請同學翻開到課本的第七頁 我們在上個星期呢 大致上討論了一下 那麼作為社會科學的 四大支柱之一的政治學 事實上在過去的發展過程裡面 那麼難免的跟其他的一些 人文社會的一些領域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重疊之處 並且呢政治學也時常會 借用其他的一些領域的一些研究 來豐富政治學研究的一些內涵 或者是提供 這個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幫忙 那麼包含了上禮拜 我們所介紹的歷史 人文地理 經濟學 社會學 人類學 心理學 以及我們另外補充的 比如說像哲學 或者是法律等等 其實都跟政治學是有所重疊 並且我們政治學也會借用 他們的一些觀念 或者是理論 來作為政治學研究的一個方式 但是無論如何 雖然政治學跟其他的人文社會 有許多的一些重疊之處 但是政治學之所以會成為一本獨立的學問 那麼它跟其他的領域 有一點非常重大的不同 是什麼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 請各位看到第七頁的下半段 那麼如同課本這邊所說的 政治學雖然時常來使用其他的一些領域的一些發現 但是呢 政治學本身一個最大的一個特色是 政治學是特別的強調所謂的權力的面向 研究權力的因素 那麼這是政治學之所以跟其他領域呢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這個差異性 什麼叫做權力 作為政治學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 那麼當然對於權力的定義是蠻困難的 那麼如同我們社會科學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概念 其實都很難用一個簡單的話來加以定義 那麼這個呢 當然也是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我們知道呢 無論是在數學或者是物理 對於許多專有名詞的定義都非常的精確 甚至可以用一些數學公式來表達 但是呢 我們可以知道在社會科學的義語裡面 其實對於很多的重要概念的定義是蠻困難的 比如說什麼叫權力 可能在座很多同學每個人可能都會給一些不同的答案 那麼或者是說自由 正義 平等 像這些概念其實想要簡單的定義會用一兩句話來說清楚都蠻困難的 包含權力在內也是如此 那麼權力呢 事實上很多的政治學者對於權力呢 他會從很多不同的角度來加以思考 但是廣闊在政治學裡面一個常見到的一個定義 也是廣為人所熟知的 就是課本上這邊所寫的一個很簡單的定義 各位看一下倒數第二段的第二行 A gets B to do what A wants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很知名的對於權力的定義 事實上提出這個定義的一個是一個很有名的政治學者叫做Robert Dao 那麼Robert Dao 那麼他是當代的美國政治學界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位學者 現在高齡90幾歲了 那青年還在寫書 那麼他的很多書也都翻譯成中文 111頁 好 111頁的Key concept 好 這是比較清楚的說明 Robert Dao 那麼其實他對於權力這個概念呢 他在過去他不喜歡用power這個字 他是用所謂的inference term 用inference term 那麼這個名詞 然後呢他把這所謂的inference term 那麼分為好幾個不同的level來看待 那麼這個以後我們下個學會專門加以介紹 但是很簡單的 好 就是說 他對於我們回到這邊所說的power的概念 簡單的說 好 就是人跟人之間有一種非常特殊的 我們政治學非常強調的這種互動關係呢 就是 凡是A能夠讓B做A想要B做的事 這就是A跟B之間發生了權力關係 或許本來B不太想要做這個事 但是因為A的要求或A的一個指示 B非做不可 或者說B去做一些符合A願望的事 那就代表A對於B行使了權力 當然這可能是在人跟人之間 團體跟團體之間 或者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我們都可以把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視為一種叫做權力的展現 好 比如說 舉例來說 人跟人之間當然有可能是如此 對不對 好 比如說 如果說在座的男生去當兵了 你不太想六點鐘起床 但是你在軍營裡面 你的上級長官叫你六點鐘起床 你就飛起來不可 因為如果你不起來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些 你不想要接受的後果 所以你必須起來 這就代表你的長官對你發生了權力關係 那麼美國要求台灣開放市場 比如說70年代 台灣採取了非常多的保護主義 那麼只要美國一下令 台灣就不得不開放 比如說我們的1970年代的 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醃酒談判 一談判馬上開放 我們的醃跟酒的市場對於美國就開放 那麼很多很多這樣類似的情況 那台灣為什麼做那麼快的退讓 事實上就是一種權力關係的一個這個 展現 因為當然美國手上握有非常多的一些籌碼 包含了軍售等等等等的東西 所以說A如果希望B去做A想要B做的事情 B不得不配合做的話 其實這二者之間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權力關係的一種出現 好我們回到前面的第七頁 當然這是對於權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以後我們還會做進一步的一個這個介紹 可是這樣一種我們說 社會科學跟其他的 政治學跟其他的社會科學最大的差異 就是我們政治學特別強調研究權力 而這樣的傳統呢 事實上是從15世紀 16世紀以來 就一直持續的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 當然這其中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學者 我們看到課本這邊所提的 就是馬基維里 馬基維里 那麼那麼 如同課本上所說的 他是大概是繼亞里斯多德之後 對於政治學研究的第二個重要的奠基者 我們上禮拜曾經說過 亞里斯多德呢 從西方的政治學的傳統而言的話 他可以視為政治學這個領域的一個開山組織 是第一位重要的所謂的這個奠基者 而後來經過了好多個世紀的 這個發展 其實政治學並沒有太大的一個進展 尤其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比如說在一個所謂的中古世紀的時候呢 可能都是以神學為主的那樣的世紀 其實政治學方面呢 在理論的建構上 並沒有思想的突破上 並沒有太大的進展 但是一直到了16世紀的這個 馬基維里 可以被視為是政治學的第二位重要的這個奠基者 那麼馬基維里的時代 他重要的著作 而且在黑板上提供大家做個參考 那麼馬基維里呢我們剛才說過呢 他是16世紀 大概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的 意大利佛羅倫斯地區的一位重要的學者 那麼當然他的代表作就是軍王論 1517年所出版的The Prince 軍王論 那麼當然他之所以會被認為是西方的政治學 傳統以來第二位重要的對政治學有重大貢獻的 主要就是那麼在這本書裡面 他探討了一個政治學非常重要的核心問題 就是關於權力探討權力 那麼當然他也建議一個國家的君主 如何的要善用權力來追求目標等等 那麼當然以後我們會進一步的加以這個說明 也就是說馬基維里本身呢 就非常強調政治中的一個權力的角色 那麼使得馬基維里對於後世的政治學的發展 也啟迪了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這個作用 當然這樣子以探討權力為核心的一個政治學的發展 跟我們中國的傳統的政治思想 當然中間是有一些落差的 等到以後各位讀中國政治思想史 或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話 這其中 那麼中國的傳統西方的傳統對於權力的觀點 當然這也可以讓各位能夠有所的這個體會 那麼所以呢無論如何 權力呢作為政治學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的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 一個概念 但是探討權的權力 當然基本上很多人一直到今天為止 仍然不太能夠接受 不太能夠接受 如同我們看到下一段這邊所談到的 那麼許多人認為 政治學歷往往就是意味著比較負面的 這個人跟人之間的這種權力關係嘛 終究是比較這個 一些比較強制意味的 粗暴的 不平等對不對 人跟人之間這種不平等的一種關係 總是覺得應該能夠加以避免 如何能夠來降低 人跟人之間的一種權力運作 人總是要和平共處嘛對不對 要共同的這個協商啊 合作啊等等 而不要整天強到權力 所以事實上到了今天為止呢 很多人對於權力呢 仍然是比較抱持的負面的一個這個觀念 可是呢 當然就另外一方面而言的話 我們也必須不得不承認 其實自古以來 人凡是過的是一種團體的生活 其實權力關係是一直存在的 一直存在的 無論是個人跟個人之間 團體跟團體之間 甚至現在21世紀的今天 即使在全球化的時代 國跟國之間那種互動 區域跟區域之間 其實這種權力關係的展現 我們終究必須承認 它是一個存在的一個事實 那麼政治學者所比較更需要了解的是 為什麼有些人會擁有 或者有些團體會擁有 比其他的人或其他的團體更大的權力 權力從何而來的 那人跟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如何運作的 為什麼有些人的權力會比較大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服從權力 當然這個問題呢 才是一些政治學者希望繼續來思考的問題 那麼儘管呢 我們剛才說過對於權力的概念 並不見得所有的人都能夠同意 都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個凡是A能夠讓B去做 A想要B做的事 那就是權力 但即使對這樣定義 其實還是很大的討論空間啊 各位不妨進一步來思考 但雖然說我們說過 對於權力的概念不見得完全相同 但是對於權力的研究 卻是許多的政治學者 甚至包含了不同的學們 都會試圖對於我們所說的 為什麼會有權力 權力從何而來 這樣的問題呢 提出不同的一些觀點 或者是解釋 那麼請各位翻到第八頁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從不同的學們來看待 他們如何來面對權力的一些解釋 這樣的問題 有一種第一種呢 各位看一下第八頁 所謂的biological 從這種生物學上的一種解釋 從生物學的一種觀點來看 事實上生物學上的觀點呢 早在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呢 就已經提出來了 各位看一下第八頁 那麼第一行這邊 亞里斯多德他曾經說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經典名句 如同我們上禮拜所說的亞里斯多德認為政治是所謂的首要的科學 master science 那麼亞里斯多德這句話其實也是非常廣為人所引用 那麼亞里斯多德認為呢 Man is by natural political animal 他認為呢 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你不要說你 你不喜歡政治 你不管政治 政治與我無關 事實上呢 亞里斯多德在2300多年前就提出來 他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當然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種觀點 那麼 我們剛才也一再強調 人是群居的一種生物 人必須生活在團體裡面 而當然我們知道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只要是我們是過了一種團體生活 就一定會牽涉到 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上禮拜曾經說過的 這個 這個 學者對於這個政治的定義 就是政治往往牽涉到的是什麼 就是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人跟人之間只要是能夠過團體的生活的話 一定會牽涉到 關於誰得到了什麼 什麼時候得到 以及如何得到的一些事物 那麼 當然以後我們也會討論到 人跟人之間 團體跟團體之間 終究有可能 會因為意識形態的落差 而產生衝突 終究有可能會因為 爭取利益的重疊 而產生了衝突 所以這種衝突 一定會出現 在人跟人之間的團體生活裡面 那麼 而 往往很多的事物 人跟人之間就會牽涉到 誰得到了什麼 什麼時候得到 以及如何得到的一些這個問題 當然這樣子的情況之下的話 人不可能自外於這樣子的一種情境 所以亞里斯多德斯 事實上人 無時無刻的 其實都會面對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事物 其實從生物學的觀點而言 也是如此 那麼生物學上的觀點會認為說 人 它既然是一種群居的動物 那麼 如同第九月這邊所談到的 為了生存相互需要 所以說 從生物學可以發現 所有的一些群居動物 不只是人 不只是人 所有的群居動物 其實都會產生所謂層級的概念 都會產生一些所謂的這個層級的這個 這個概念 那麼 我們可以發現 一群猴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進去什麼動物園裡面 也會 他們進去猴子自然會產生一個猴王 對不對 然後其他的猴子就服從猴王的指揮 一群獅子 只要是他們群居的這種動物的話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 leader跟follower的概念 所謂的領袖或領導者 跟追隨者 這樣子的一種角色 在任何的群居生物上 尤其是哺乳類的動物 那麼 所以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生物學會告訴我們說 尤其現在生物學的解釋說 那麼 形成了政治體系 那麼這種 跟所謂的服從領導者 是人的一種天生的行為 所以他們從一種所謂天生的角度來看 人自然的 會 服從 團體 人自然的 會 服從領導者 那麼 這是與生俱來的 那麼 而這種呢 基因也是隨著整個世代 幾千年來 逐漸的流傳下來 成為人 一種所謂天生的一種態度 人就是會有這種服從領導者 服從團體指揮的 這樣子的一種天性 所以這是一種天生的一種狀態 那麼請各位翻到第十頁 所以說無論是人也罷 從生物學來說的話 或是任何其他的一些 哺乳類動物 這種群居性的一種生物也罷 那麼這種支配體系 往往都是非常容易 容易見到的 這種 dominance 我們所謂這種 支配性的這種體系 dominance 這個hierarchies 那麼 所以說 事實上 我們當然 在我們生活周到裡面 我們也會感覺到 其實呢 很多人其實都有支配他人的傾向 你不要說一種天生的 人往往也都會有支配他人的這種傾向 那麼當然尤其是 在政客身上更是一朗無遺 那麼 所以這邊用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字 各位不妨來看一下 第十頁的第二行 叫Alpha Male 什麼叫Alpha Male 就是所謂的這種 自以為是的大男人主義者 就是尤其是一些政客 特別喜歡展現權力關係 擁有權力 是一個非常迷人的這個滋味 就是說他們認為 一部分的是歸咎於天生的原因 人本來就希望支配 運用發揮權力 來成為領導者 這是一種天生的傾向 而當然大多數的人的話 也有服從權威 服從領導者 降者一種天生的一種 這種想法 那麼我記得有一位 美國的 曾經做過國務卿 一個非常有名的國際政治學者 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話 我寫的黑板上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好 Power Power is the best aphrophysic 那麼中文翻證叫做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這個尤其對一些政客而言的話 這個掌握權力的話 就會讓他這個 非常的這個 鬥志昂然 對不對 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那麼說這個話的是 在70年代 刺煞風雲的美國的國務卿 那麼尼克森時代的這個國家安全顧問 中國美國的國務卿 開啟了中國的大門 Henry Kissinger 他是美國的當代國際政治的 現實主義的代表性的人物 一直到今天他還滿活躍的 也顯得非常 他也算是一個學者出身的 好一位政治人物 那麼當然以他的一個這個觀察而言的話 認為權力是最好的這個春藥 那麼季星期到目前還活著 年紀滿大的 但是他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這個我記得我在念書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 就永遠不會忘記 你看他的性多麼奇妙 KISS是什麼 然後ING代表進行事 對不對 那麼 人 正在接吻的人 哇這種性實在是 Kissinger 沒有錯他的性就是這樣子 好正在接吻的人 好無論如何呢 他認為權力是最好的春藥 可以看得出來說權力 好作為一種人的天性 人會有追求權力的慾望 而人也會有服從權力的 這樣的一種天生的本性 當然這是一種生物學的解釋 來解釋人跟人之間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權力 那麼類似的呢 請各位看到 第十頁的第二種 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的話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權力 那麼 課本這邊提供我們很有趣的一個實驗 來說明 人會有天生的服從 所謂服從權力的 這樣的一種傾向 這個實驗呢 各位看一下這一段的第四行 叫mulgram study 一個所謂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 因為心理學非常講究的這種實驗 一個mulgram study 來證明了人之間的這種 人跟人之間這種所謂服從權威 服從權力的一個傾向 什麼叫權威什麼叫權力 我們等一下進一步來探討 這個實驗是說什麼呢 就一群受撤者 比如說我們現在找 班上找二十位同學 然後把他帶到一個實驗室裡面去 然後受撤者呢 可能每個人前面有幾個按鈕 然後呢 從那個玻璃裡面看出去 裡面有一個人被綁著 坐在一個電椅上面 全程綁著坐在電椅上面 然後這些受撤者呢 被要求 還不是說按這個按鈕 一按下去通電了 那個人就可以娃娃叫 當然如果你一直加強這個電力的話 那人可能會被電死 每個人可能都有側隱之心嘛對不對 按照我們中國傳統對不對 這個孟子說的 人間有側隱之心 每個人都不太願意看到那個人受害啊 那個人被電的娃娃叫 然後電的這個痛哭這個私聲的叫 人都不太願意做這種事 好 這個時候呢 好 你們一群受撤者那邊 各位不妨想想看 如果你在那個情境之下你會怎麼做 可能現在走進來一個穿著白袍 很有權威的一位教授 好 這個他說我是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的一個主持人 那麼我希望你配合我們做這個實驗 來從事一些學術性的研究 好 現在教授呢就希望你 來按下這個鈕 來看看受撤者的反應 就是被綁在裡面的人的反應 大多數人會怎麼樣 那教授的指示下來了 他就會跟著做 他看到對面那個玻璃窗裡面那個人 被電的那個娃娃叫 他會說會自我解釋 這不是我造成你這樣子的 人不是我殺的 那麼一切都是他 那個穿著白袍的教授叫我這麼做的 因為他具有權威 他是這個實驗的主持人 他要求我這麼做 所以我就這麼做了 拜託如果你受傷的話 如果你被電死的話 不要怪我都是他的事 人會怎麼樣 會把這樣子的一種心理 就是自己會說這個 不會放在你自己身上 就是我是服從那個權力來源 那個權力來源叫我這麼做 我才這麼做 因此他會自我解釋 而怎麼樣來規避某些的責任 但是就是那個權力來源 叫我這麼做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當然那個被電的人 當然真的實驗的話 那個電的人可能只是個演員 被娃娃叫 也只是演戲裝出來的 對不對 但是呢 無論如果你按去 他就發現 他就開始有很激動的表情 那你會心理 會受到一些影響 甚至覺得對他sorry 但是認為說 那不是我的錯 那都是那個 上面叫我做的那個人的錯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心理學他們就會發現 好 如果課本這邊有提到 就是你會有 人天生的都是順從 好 那麼 人都會 天生的就是所謂的這個 順從者 那比如說 各位看一下我們這個實驗的 這個 清理學這一段的 第一段的倒數 第四行 那麼 那麼 Most of the subjects dislike hurting the victim 對不對 其實大多數人都不喜歡 讓這個 被測驗的 受到傷害 那麼但是呢 他們都會說 都會自我 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就是說 因為我要服從那個權威 那個 有權力的人 好 叫我做這些事情 那麼我是只是順從他而已 如同第二段 好所說的 大多數的人事實上 都是一個隨著 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 大多數人都是一些順從者 他會服從領導者的一些這個指揮 尤其是在我們社會裡面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裡面的話 有很多人是意見領袖 好 有些人是政治上的一些領導者 甚至你在一個團體裡面 團體往往會形成一個領導者 無論是有形的 或者是無形的 無論是正式的 或非正式的 然後呢 人在一個團體裡面呢 會有這種我們所說的 團體的壓力 他會有從重的這個壓力 你很難能夠拒絕來自於 一個上 你認為你願意服從的一個人的一個指揮 那麼你願意聽他的一個領導 這個從很多心理學上呢 都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這個驗證 人大部分我們所說的都是順服的 都是願意服從 服從權威的 但是這樣的情況 心理學者也告訴我們 事實上會有許多的盲點 就是所謂的團體思考的 一些這個盲點 漸漸的呢 可能這個團體就會自我感覺良好 當然我們也會說過 比如說一個團體如果小圈子決策的話 往往可能一個領導者 大家都不太願意做最後的決定 總而希望呢那個領導者 他最後一聲令下 這個往往你可以如果看到像我們班上 一些幹部在開會 一個小的公司裡面 或是一個小的一個社團裡面 你會發現呢 總是最後要等那個領導者 最後拍板定案 那麼大到像是一個政黨 甚至一個國家 可能比如說某個國家 開這個內閣會議 每個內閣的部長 可能這個總理 要求每個部長發言 每個部長都說的 這個支支吾吾的 這個非常模糊的 為什麼每個都不敢 say yes or no 那最後還是要等這個 總理來才是 總理拍板 大家都說yes 這個領袖英明 你說的對 就時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逐漸逐漸怎麼樣 讓這個領導者 越來越具有權威感 他的話也沒有人敢反抗 然後呢 逐漸就我們所說的 就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呢就是會有團體決策的一個模式 那麼如同我們課本 這邊談到的一些事情 當然這種根深蒂固的人 會服從權威 而逐漸形成了一種領導上 或權力運作上的盲點 其實在我們的歷史上 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比如說像過去納粹屠殺猶太人 那麼納粹可能在希特勒指導之下 越來越認為希特勒說的都是對的 儘管有些人在德國當時 認為這種種族屠殺是錯的 可是沒有人敢出來講話 到最後呢 很多的悲劇就因此產生了 因為他們相信希特勒指示一定是對的 也沒有人敢反抗 就逐漸逐漸這種 服從權威的概念 往往可能會形成一個社會 一個國家 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傷害 當然這是從心理學的一個解釋來解釋 人為什麼會服從權威 他們認為這是也是一種 跟前面所說的生物學上而言的話 這是基本上都是從這種所謂天性的角度來說 但是相對而言 我們看看下面的 culture 從文化面的層次來解釋 就是說無論是前面所說的 無論是生物學的 認為這是人有天生的這種服從的基因 對不對幾個 多少世紀以來 逐漸逐漸演化成團體生活裡面 無論是人也罷 所有的哺乳動物也罷 都會怎麼樣 有這種所謂服從的這樣的天性 人也有支配性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慾望 而從心理學的解釋的話 就是說人一定會有這種服從的這種天性 等等等等 往往可能會形成集體的思考的盲點 但是基本上這都是出於天生的 天生的人天生就有服從的天性 可是另外有些學者他卻認為權力 尤其是權力的關係 人服從權威他不是天生的 而是後天養成的 後天養成的 那主要是一些文化 人類學者的一些角度 當然這也是長久以來 各位可能會以後會接觸到 所謂的這個各位看一下 最後一段的倒數 最後一段第二行所說的 這個所謂Nurture versus Nature的一些辯論 所以Nurture就是後天的 後天養成的 受到後天的環境啊 學習的一些影響 所逐漸形成的你的價值觀 你的態度 那另外我們之前所談到的 像是生物學的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心理學的 往往是Nurture 是一種先天的 是天生的 所以呢 許多人的一些信仰 人的一些價值 人的一些態度 人的一些行為 到底是後天的 還是先天的 當然這就是不同的學派 不同的學者 他們會有不同的一些詮釋 比如說呢 從這種所謂的 文化研究的 學者而言的話 他們會強調 人的行為 多半都是學習而來的 都是學習而來的 而非與生俱來的 人不是天生下來 就會服從權威 人不是天生下來 就了解這種權力關係 其實這是學習 學習而來的 那麼 當然這也是成為 尤其是最近幾十年 二十世紀 所謂的文化論者 往往在整個的學科裡面 在有很大的一個優勢的 一種 一種這個觀點 他們會強調 人的行為 基本上是透過後天的一些學習 那麼一些文化的價值 他是透過父母 透過學校 透過教會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 也就是以後我們會談到 所謂的政治社會化的過程 好 那麼 潛移默化之間 逐漸的學習到 我們對於所謂的權威 對於權力的一種尊重 好 這是一種學習的 學習的過程 而不是像 生物學所說的 這是基因 這個與生 與生俱來的 事實上當然 從這種文化的角度而言的話 其實人的很多的一些 無論是文化的價值 無論是道德觀念 甚至像一些審美 的觀念等等 都不見得是天生的 好 舉例來說好了 我們說審美觀 你說美的事物 當然是很絕對的 對不對 每個人天生看的不一樣 可是問題是 在某些情況之下 其實關於審美的觀念 也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之下 或者不同的時代 是不一樣的 當然我們比較熟知的 有一些部落 像非洲 他們特別喜歡長脖子的人 或長耳朵的人 對不對 那所以很多人就 從小就弄了一大堆圈圈 弄到脖子上 越拉越長 在唐朝的時代 曾經比較喜歡肥胖的人 所以每個人都養得肥肥的 那今天來看的話 可能肥胖是一個罪惡 我沒有這麼說 那麼大部分女生 請注意健康就好 那麼所以說 當然台灣現在的話 就是微瘦才是美 瘦就是美 搞得一堆紙片人 飄來飄去 那麼但是呢 曾經這不是絕對的 我們說至少在唐朝 那個時代的話 瘦就不見得是認為是美的 所以當然我們說 如果說連審美的觀念 都可能是因為 在文化之下 而產生不同的一些觀點的話 包含了道德觀 包含了一些其他的價值觀 事實上是有可能是有差異的 所以我們說過呢 從這種文化的角度而言的話 其實 那麼這種所謂的這種 服從權威 服從權威 它也是一種 學習而來的文化價值 那麼在我們的教育裡面 從小就會教導你要服從權威 服從領導等等 那麼而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國家 我們也可以發現 他們對於服從權威 所展現出來的方式 也可能是有差異的 也可能是這個有差異的 那麼當然這個不同的國家呢 就會有產生不同的一些 所謂的這個文化體系 在你的文化體系之下 你如何看待這些事情 當然課本這邊也特別提到了 像十一頁這邊 那麼第二段這邊所說 第三行這邊 就是一些文化的學者 他們會認為 如果說某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 跟文化體系沒有辦法協調 沒有辦法調和的話 這個國家可能就會出現了一些問題 對不對 比如說某些國家 如果它整個文化體系裡面 基本上是不太相信權威的 但是這個國家的政治體系 就是非常強調權威權力的運用 當然這中間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那麼當然課本所舉的例子 像是美國 那麼美國 從過去到現在 尤其是過去的一個世紀以來 你可以發現 在總統大選上 大部分 共和黨當選的機會 比民主黨高 當然並不是指這一次啦 這一次似乎看起來 現在歐巴馬仍然是領先的 民主黨的 那麼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共和黨當選總統的機會 遠比民主黨高 可是在國會裡面 卻大部分時間 就是民主黨居多數 民主黨居多數 這很有趣的現象 為什麼會如此 為什麼在總統選舉的時候呢 在美國歷史上 我們不是只看一兩次 而是整個長久以來的話 共和黨的比較容易占優勢 就是你在選個國家領導人的話 美國的歷史告訴我們 共和黨的人 比較容易當選 從1860年第一任的林肯總統 共和黨的人當選之後 到現在 這100多年來的話 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上 是比較佔優勢的 一種說法就是 他們認為 因為共和黨 我們所說的政治體系 跟文化體系 是建立一種調和 他們認為整個 在美國的政治運作上 共和黨所主張的 一些文化價值 是比較代表 美國主流的價值 當然主流的價值 並不是完全絕對的 當然以後 我們在第三章會討論到 比如說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問題 共和黨代表的 從現在角度而言 叫做現在保守主義 在經濟上 比較強調 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 在其他的非經濟事務上 是比較強調一些 比較傳統的價值 家庭 道德 教會 共和黨都會比較強調 我每個星期一天都要上教會 對不對 然後家庭的價值 那麼比較反對墮胎 反對同性戀 反對色情康戶等等 而民主黨相對 他們在經濟上 比較強調是現在的自由主義嘛 強調對弱勢團體的照顧 但是其他非經濟事務上 還是比較傳統的自由主義 那麼強調政府不要管太多 所以比較支持同性戀啊 支持墮胎啊這種立場 但是共和黨我們所說的 強調家庭 強調倫理強調道德 你不要說美國是個很自由的國家 其實大部分的美國人 我們知道美國基本上 還是一個以基督教為主的一個社會 不是天主教 天主教在美國是非常少數的 絕大部分是各種教派的基督教 而以基督教為主的白人社會 他們是非常的保守 是非常保守 尤其在一些所謂的這種政治 或者說其他非經濟議題上 那麼這是美國所謂的主流 主流價值 而共和黨在這一方面 似乎是比較貼近 美國的主流價值 所以呢當然 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們以後以後沒談到 美國在 比如共和黨在白人 在有錢人 在一些所謂的這個 有職業的 教育程度比較高的 族群裡面 仍然是受到比較多的支持 那相對的這個 民主黨的話 大概在比較中下階層 在一些有色人種上面是比較獲得支持的 等等 當然 隨著美國的白人的比例越來越少 所以共和黨的這個獲勝的狀況 也越來越不理想 可是無論如何 當然說 其實美國本身還是個非常傳統的 強調 你這個什麼教會啊 等等等等等等 比如說舉例來說 到現在為止 美國的總統候選人 很少有人敢承認 他是沒有宗教信仰 並且絕大部分 美國從過去到現在的話 好像只有一位 天主教的一個總統 就是那個甘乃迪 所有的總統都是基督教的 你不要以為說美國是個那麼自由的國家 對不對 我們比如說美國總統 宣誓的時候 各位明年看 1月20號美國總統宣誓的時候 按著聖經宣誓 在我們在台灣 哪個總統說我會按著聖經 那道教或者是其他佛教一定抗議吧 我們台灣還是個標準的宗教自由 各種宗教非常自由 在美國就是天主教 對不起就是基督教具優勢 對 連他們的硬幣上都印了什麼東西 就是in God we trust 我們信仰上帝 那是真正美國的主流價值 台灣 我們會印這些嗎 我們信仰上帝這種話 我們大概會印in mining we trust 我們信仰親切 可是無論如何 但是就是說 這樣子的主流 基本上的話 政治的運作 是符合這樣子的文化價值的 所以會造成所謂的共和黨的人 你說像現在羅姆尼 今晚說了那麼多的錯話 可是呢 他的支持度 仍然至少還有四成多 不會說一落千丈 因為基本上他代表了共和黨 我們所說的 美國一種主流價值的展現 當然這個主流價值可能是保守的 會危險很多自由派人所不喜歡 但是你必須承認的是 他在美國的一些比如說 一些鄉村的一些這個區域 一些白人的這個族群裡面的話 他仍然是佔了絕大部分人支持的一個比例 這是我們必須要了解 那麼所以當然 從這樣的角度來解釋權力的形成 他們從文化論者而言的話 就是他是一種後天逐漸被訓練出來的 是被培養出來的 透過教育 特種各種 我們所說的 從家庭到學校 到大眾傳播媒體 一直從小到大 不斷的這種學習而來的 當然 其實我們所說的文化價值 從文化論者的角度 這是後天學習的嘛 他並非天生的 用兩個字來說的話 可能各位會比較了解 其實他就是一種洗腦的過程 大家不要認為洗腦這兩個字很負面 最近香港不是抗議他們的什麼公民教育嗎 說那是洗腦 其實各位不妨仔細想一想 哪個國家不在洗腦 哪個國家的教育 都是主政者 都是國家權威 他們認為對的一套價值觀 一種文化 然後透過教育來試圖訓練一個 他們想要看到的一種公民的典範 他都是一種洗腦的過程 只是看他出照不出照而已 這以後我們談到社會政治社會的話 我們再來談這個問題 可是無論如何的話 那麼這是另外一種不同的角度 就是他認為是後天的 人服從權威 人會遵守這個權利者的一些命令 它是一種後天的一個過程 那麼但是這樣子的一種討論 是有他的一些被質疑的地方的 第一個就是這樣子的文化從何而來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文化 對不對 你還是必須要追根溯源去探討 這樣子的文化是從何而來的 而第二點很多人也會質疑 各位看到十一頁中間這邊所說的 比如說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之下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價值 有不同的文化脈絡 但是在不同文化脈絡之下 也可能會有一些相同的態度 或者是模式 那你又如何解釋 比如說幾乎所有的文化之下 都有貪腐 當然某些國家會特別嚴重 可是貪腐是在任何文化之下都會產生的 這樣的話其實文化論者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難提出圓滿的解釋 當然我們說過每一種解釋 事實上都會有一些被人所質疑的部分 我們這邊稍微露臉 我們回去說一下 比如說第十頁這邊談到的這個 生物學的角度而言的話 他們認為生物學認為說是一種所謂的 與生俱來的 是透過基因歷年來逐漸逐漸的遺傳下來的 這種解釋雖然非常簡單 各位看第十頁的第二段這邊所說的 但是它也有一些缺點 比如說它也很難解釋 如果說大家都願意服從權威 那為什麼自古以來都有很多的團體 會有分裂的行為 如果大家都願意服從權威的話 為什麼會有一些人分裂 為什麼會有人不服從權威 或者你時常聽到一句話 有些人是天生反骨 他就要挑戰權威 你如何來解釋這樣子的現象 基因突變嗎 對不對 那麼 而是有什麼樣的一種情況或條件之下 會促使某些團體或某些個人 他要挑戰權威 他甚至要進行分裂 比如說政黨之間的分分合合 為什麼有些黨員他不願意服從黨主席 他要怎麼樣 要脫離出去令主新黨 這個情況之下 從生物學的角度就很難解釋 因為他不是天生的 顯然是有一些其他因素所促成的 所以每一種說法 或許都有他的一些powerful的地方 但是呢也有一些可能是值得 我們進一步思考的一些部分 那最後呢我們這邊所看到的 各位看一下十一頁的下半段 還有一種解釋權力的一個來源 是從所謂的理性選擇的角度 Rational 他們會強調 這類學者會強調呢 那麼 人 是理性的動物 政治也是理性的 什麼叫理性 簡單的說 就是說在大多數的狀況之下 人 都會知道 他所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呢在不同的一些這個條件之下 那麼他可以來解釋他的一些行為 他可以做比較來追求比較高 我們如果透過經濟學的角度而已的話 這個滿足感比較高的一些事物 好這就是所謂的理性 好比如說舉例來說 你走進這個夜市 那麼到公館夜市去看 兩件完全一樣的衣服 一件賣200 一件賣180 好這隔了10公尺兩家店 你會買哪一件 你應該會買180的 因為你會以比較低的代價去獲得比較高的 同樣的滿足 對不對 就是如果說 或者說當你面對一群不同的目標的時候 那麼如果你付的成本比較低 你可以達到一個目標的話 你當然願意以比較低的成本去追求 這樣目標的滿足 他們認為說其實人或者是團體 無論是個人 他會在大部分的政治行動上 是一種理性的 是一種理性的 所以說政治 如果說在這樣的假設下 人是一種理性的話 其實許多對於權力的遵守 服從權威 他也是來自於人的一種理性的選擇 人的一種理性的選擇 他也不是什麼學習而來的 也不是什麼天生的與生俱來的 他是一種理性思考之後的結果 好 他是一種人理性思考之後的結果 而願意接受這樣的權威 舉例來說 我們到了第三章會特別的 第二章會特別的談到契約論 當然各位 以前在高中的公民與社會課本 可能有略為談到契約論 無論從霍布斯到洛克 他們對於所謂的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主權國家 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 這樣的一個距靈的存在 我想各位可能都知道 比如說從洛克的 從這個霍布斯的角度 對不對 人在所謂的這個自然狀態之下 其實每個人都過得無憂無慮 但是問題是說 人跟人之間 終究有可能變成一種 你爭我奪的狀態 每個人都不能夠保障自己的 一個身家性命的安全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種自然狀態之下 可能最後是陷入一片混亂 所以人基於理性 我不願意生活在那種非常混亂 然後可能一覺睡下去 就不見得看得到 明天的太陽的這種狀態之下 我願意讓渡一部分的權力出來 給一個至高的權威 讓它能夠提供 我們所說的公共財 對不對 讓它能夠保障 我們的基本的一些權益 那就是一個政府 或者一個國家的存在 當然在霍布斯那個時代就是君主 對不對 那麼君主擁有這樣的權力 人必須服從他 然後他能夠提供我們基本的 安全的一種生活 財產的保障等等 所以我們 是基於這樣的理性思考之下 我們跟這個政府簽訂契約 我們讓渡權力給這個政府 所以這是霍布斯的所謂的 從理性的角度來思考 為什麼政府可以擁有權威 這是我們人理性之後的一個結果 當然從洛克的角度而言的話 他接受這樣的觀點 可是他認為說既然政府的存在 是我們人基於理性 願意讓渡部分的權力給他的 而他基本上就要保護我們人的 基本上生命財產 對不對 而如果說這個政府的存在 到了最後不能夠保障人的生命財產 反而是過來侵害人民的生命財產的話 那我們人就有理由要推翻他 因為他已經失去我們人當初最初的理性選擇的結果 他的所作所為是傷害了我們的權力 那他的存在是沒有必要 我們人當然有權力選擇推翻他 這是洛克後來對於霍布斯一個最大的一個 在理論上的一個挑戰 可是無論如何他們都承認 那麼政府的權威是人理性的選擇的結果 我們服從權力 服從權威也是一種理性選擇之後的 一種這個結果 請同學翻到第11頁 我們在上堂課呢 談到對於權力的來源 那麼很多不同的學派提出不同的觀點 那麼有包含了先天的這樣子的一種看法 包含像從生物學的觀點 或是從心理學的觀點 當然也有從後天的這個形成習慣 後天的學習而來的來解釋 就是包含了像是文化的一些論者 那麼但是呢 無論是生物學的心理學的 或者是文化的學者 都不會特別強調所謂的理性的概念 那麼而理性選擇理論 他們的一些觀點呢 卻是認為其實人他之所以會服從權威 是基於一種理性選擇之後的結果 那當然最早呢可以往上推到 從這個霍布斯到洛克這些人 他們的契約論的角度來詮釋 人為什麼願意把他的權力讓渡出來 給這樣子的一個國家或者是政府 那麼當然比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剛才上一節課最後所談到 像洛克他雖然認為這個政府的權力 他的來源是人基於理性之後的選擇 但是呢他也會特別的強調 如果政府他不能夠履行他應有的一個義務 或責任的時候 當然人也可以推翻他 我想這是他最著名的一句話 這個在我們的下一張 跟下下一張應該都會討論到 比如說洛克呢曾經有一句非常經典的一段話 我再唸給各位聽 那麼洛克呢他主要認為 統治者的權力必須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 就是你統治者的權力來源 其實是要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而來的 你的統治才有正當性 什麼叫正當性 我們等一下會做進一步的解釋 那麼這樣子的話 社會契約才能夠成立 所以說你的統治是必須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 那麼你的統治才有正當性 社會契約才能夠成立 否則人民就有權力推翻政府 人民有推翻政府的權力 好這是大概洛克跟霍布斯一個最大的一個差別 當然我們剛才所說洛克這樣的角度 這種思考的方式 後來也影響到了美國的革命 那麼美國的獨立宣言 我們知道傑弗遜寫的 事實上他完全把洛克的話就抄進來了 那麼就作為美國的獨立宣言 就是統治者的這個權力是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啊等等 這些完全就是完全超致於洛克的 所以當然我們也知道對於美國的獨立 對於後來的立憲主義的發揚 都有非常大的一些這個影響 那同樣的我們也說過呢 這些基於理性來思考國家的權力 他們也會另外一種觀點就是 國家或者政府要有權力是我們不得已的 因為我們人基於要讓我們的生命財產得到最大的保障 我們需要有這樣的政府存在 但是洛克也告訴我們 那麼政府的權力必須是基於我們的同意而來 否則我們有權力推翻它 所以我們會認為政府的存在是這種必要之惡 而我們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權力 一方面又害怕政府的權力大到 反過來影響到人的基本人權 所以呢事實上從西方的哲學思想來說的話 他們又無時無刻的不希望限制政府的權力 一方面給予政府權力 一方面要限制它 那怎麼限制 當然他們想到最好的方式就是 好政府你有這個power 但是我們要把你的power 要把它separate 要做分權 一方面要給予政府權力 一方面要害怕政府權力會大到影響到人民的權力 當然前面的權力叫power 後面人民的權力是rights對不對 那麼所以呢事實上西方的傳統 自古以來就希望把權力政府的權力分開 其實這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有了 但是並沒有一個具體的一個所謂的制度 當然我想大家都了解 一直到了孟德斯鳩 其實洛克也有談這一方面分權的概念 到了孟德斯鳩來確立了所謂的三權分立的學說 對不對 政府的權力從孟德斯鳩的角度 最好把它一分為三 就是立法權 行政權 司法權 這以後我們會談到 我們今天只是大力談一下對於權力的概念 那麼而孟德斯鳩的這樣的學說 它終究只是一個學說 只是一家之言嘛 可是後來到了1787年美國制憲的時候 才把這一個純粹只是理論上的學說 把它融合成為了政府的體制 這是美國的成文憲法 三權分立的制度 成為一個憲政體制 所以他們所強調就是separation of power 權力要分開 當然強調是權力跟權力之間 首先彼此要強調什麼 叫check and balance 我們有說這回法 看 那是 文憑法 沒有說明 文憑法 有說明 可以 有說明 有說明 這是 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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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有說明 有說明 那麼權力不僅要把它分開 並且權力之間呢 不是為分而分嘛 對不對 你權力要分三分 分五分 分七分 分十分 那隨便你分 但那不是重點 理論是三權分立 五權分立 那不是重點 你權力怎麼分 那是一回事 重要就是說你權力彼此之間要怎麼樣 要check 你行政立法之間怎麼樣check 互相的check 怎麼樣互相牽制 有沒有一些制度的設計 讓彼此之間能夠互相的check 然後權力之間要balance 要平衡 無論你是這個椅子有三隻腳 還是五隻腳 還是七隻腳 你要平衡嘛 否則如果說這三隻腳有高有低的 這椅子不可能坐得住嘛 所以權力之間要互相check 要互相balance 說一個要牽制 一個要平衡 那麼我們只常把這兩個字合起來 成為叫做制衡 要制衡 請注意 check and balance 政治系的學生請不要寫錯 一定要加S 你去翻翻台灣的所有的政治學的書 包含很多的學者寫的 這兩個字都沒有加S 那是錯誤的 三權五權一定要互相的牽制互相 彼此之間要 這是負數 checks and balance 一定要互相的牽制 互相的平衡 這是他們對於權力的角度 權力是一種人理性選擇的結果 而人也非常理性的 要把這麼的權力 要把它互相分開 然後要互相牽制跟平衡 當然如果我們以這個角度來思考 其實我們自古以來 中國人對於權力的觀點 跟西方人不太一樣 我們很少會思考到分權的問題 權力當然要定於一尊嘛 要鞏固領導中心 你不要以為這是古代帝王的思想 現在還是一樣啊 對不對 這個如果說要別人要跟他分權 那還得了 一定要鞏固領導中心 動不動就是要 對不對 這個領導者的權威是不容挑戰的 那麼 我們其實也很少會談到分權啦 我們都會談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對不對 權力要定於一尊 等等這些概念 其實跟西方之間可以互相做一個對照 那麼 當然 比如說後來我們說過 除了像是傑布遜 他這個 這個採取了這個 洛克的這種觀點來看待權力 那麼事實上後來 美國的憲法之父麥迪遜 對不對 當他在作為憲法的主要起草人 他也是融合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的學說 成為這個制度 其實我們可以了解 他們對於權力的角度很有趣 像 麥迪遜1787年 他在起草這部美國憲法的時候 各位知道他年紀多大 他說我記得沒有錯他應該 他說應該34歲 一個30幾歲的年輕人 當然對你們而言可能不是年輕人 中年人 好 那麼 一個30幾歲的年輕人 其實他對於人性的觀察已經非常的動 我們說非常的動撤人性 觀察人性 其實那時候的美國的制限先賢 那四五十個人 因為那人數不太固定了 來來去去 大部分都是30幾歲 平均好像43歲嘛 因為被一個人弄壞了 那個人叫做 叫做富蘭克里 因為他參加這些會議的時候 他80幾歲 所以把平均年齡整個拉上去了 但是平均43歲 大部分像 那時候像麥迪遜 像這個很多一些 都是30多歲的年輕人 都是英雄出少年 其實很多英雄都出少年 像最近我們看什麼三國 各位知道打三國的時候 那個赤壁之戰的時候 我說哇那時候這個 這個諸葛亮與善關金對不對 他那時候幾歲啊 赤壁之戰的時候 諸葛亮那時候不到30歲 20多歲 周瑜打三國的時候 周瑜幾歲 好像也是31、32歲 都是這麼年輕耶 統帥三軍 然後赤壁之戰 做出這麼重要的角色 都是2、30歲的人 周瑜好像去世的時候才33歲嘛 33、34歲死了嘛 不過古代人年紀比較短 所以要趕快把一些事情做完就是了 可是無論如何 像麥迪遜 他30幾歲 曹尼這部美國憲法 後來我們可能各位也知道 然後有那個Feders paper 所謂的聯邦論文集對不對 他們到1787年通過制憲 然後要各州批准嘛 要四分之三的州批准 所以他們那時候呢 一些人就在報紙上 拚命寫大塊文章 來說服美國民眾 為什麼我們要制定這一部憲法 為什麼憲法要這麼寫 希望美國的民眾能夠接受 因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東西叫憲法 世界第一個嘛 然後第一個從來沒有一個東西叫總統制 從來沒有一個東西叫做聯邦制 所以他們寫了很多很多的文章 來告訴美國民眾 當時1787年的9月 他們就是前兩天嘛 剛剛制定了憲法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像當時麥尼遜他的聯邦論文集裡面 有一段話也非常的有趣 說給各位聽 就是對於西方人他們對權力的這個詮釋 麥尼遜說如果人都是天使 根本就不需要政府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天使 都是像我們所描述的那種大同世界 對不對 都是禮讓啊 謙和 我們不需要政府啊 我們何必需要政府來管理我們 所以說他認為說如果人都是天使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政府 如果是由天使來管理人 如果政府的成員都是天使 就像我們所期望的 我們的政治家們 這些從政的人都是非常的偉大的 都是如果是由天使來管理人 政府也就不需要內在或外在的控制 所以麥尼遜告訴我們 我們都不是天使 而政府官員也不是天使 我們不要期望那些聖軍民主 期望那些政府官員都是超凡入聖的人 不是他們都是人 他們不是天使 所以呢 設計一個由人來管理人的政府 好麥尼遜 當時三十幾歲就告訴我們 設計一個由人來管理的政府 最大的困難是 第一個你必須使這個政府有力量 能夠怎麼樣有效的治理 當時他的話就是能夠控制被統治的人 好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這個霍布斯的最早的契約論的觀點 對不對 我們設計一個政府的最大困難 第一點你必須要讓這政府有力量 使他能夠有效的統治 第二個更重要的是 你也必須讓他能夠控制他自己 我們給政府權力 我們希望他能夠有效統治 但是又怕他會變成一個巨靈 變成一個巨獸 無法控制自己 他的權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呢 麥尼遜當時他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需要一個政府 但是我們也知道政府他不是天使 我們人也不是天使 所以我們需要很多的機制 來一方面給予政府權力 一方面讓他彼此互相制衡 好這是他們對於權力的一種理解 而這樣理解可能是我們東方思想裡面 比較不一樣的角度 好所以這提供各位做一個思考 當然我們說這是從什麼理性 理性的角度來思考 為什麼我們要服從權力的一種思考方式 當然我們說這個其實也符合了 也影響到後來美國的立憲主義 美國的制憲先賢 他們對於權力的一種理解 所以我們特別多花了一點時間做一些補充 接下來請各位翻到第十二頁 那麼對於權力猶合而來 還有另外一派學者 他們提出完全不一樣的思考方式 當然這幾種思考方式其實都是蠻有趣的 可以提供各位不同的一些思維 還有一些人認為各位看到十二頁 他認為我們人為什麼會服從權力 基本上就是irrational 就是非理性的嘛 他們從非理性的角度來看 人為什麼會服從權力 那麼也就是如同我們看到十二頁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權力的行使 基本上是充滿了各種神話 虛構 迷思 各種符號的操控 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認為人是情緒的 人是這個非理性的 那麼人是被許許多一些神話 一些刻板的方式 政治所支配 政治只是充滿了各種的符號 跟操控 人對於權威的尊重 對於權力的服從 基本上也是在這種 所謂符號的操控之下 所產生的 舉例來說 很多群眾 非常容易受到一些魅力領袖的一些挑動 所謂的民粹主義者 好 這我們等一下會談到 好 這個韋伯的權威的三個主要來源 這個可能大部分同學都知道 一種就是所謂charismatic type 對不對 所謂的魅力領袖型 這個台灣有非常多不同的翻譯 就是說一個領袖的鼓噪 鼓動 就是引領風潮 大家就跟著他走 好 就像吹笛子的人一樣 後面就跟著一群老鼠 所以他認為基本上 他就是權力的來源 因為他充滿了這種領袖的魅力 透過許許多的一些言辭 一些符號的彩形 來遂行他的意志 那麼所以說 往往人被視為理性的一些行為 可能只是一些神話 只要不斷的灌輸人的這些符號 這些操控 這些神話 那麼就可以來掌握權力 古代是權力是建構在一套神話 比如說這樣軍權神獸 為什麼這個國王有權力 很簡單嘛 他是天子 對不對 他是上天的孩子 所以他的權力根本不用證明嘛 上天給予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國王為什麼權力 國王憑什麼可以把你抓起來 國王憑什麼可以使用你的錢 國王憑什麼可以把你殺掉 因為他的權力來自於上天 就是完全建構在神話之上 他的權力來源是來自於神話 當然也有很多人 我們可以 我們自曉讀的書裡面 看到很多古人 對不對 哇有些人這麼英明 這麼厲害 天眾英明 那都是根據有神話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媽媽懷孕的時候 看到一個大腳印柴下去就懷孕了 對不對 或者他什麼 他媽媽在生產的時候 這個有什麼大鵬鳥在屋頂上徘徊 他是什麼天上文取星投胎的 對不對 以這樣的方式各式各樣 會有些人看到魚往上游對不對 就開始充滿了這個鬥志等等 那麼各式各樣一些神話的一些符號的一些操控 來成就他的權威來源 你為什麼要服從他 對不對 因為他是天上的文取星投胎的 他是什麼什麼什麼轉世的 這是古代 我們透過這樣的神話來正當性 正當化一個人的這個權力 難道你以為這是古代嗎 現在其實不也是如此嗎 你看我們台灣當今的政治 某某人要選總統了 就要特別注意到他的祖墳上 是不是有什麼青煙冒出來的 對不對 他的祖墳是佔了什麼龍脈 這是幹嘛 還是神話呀 以這個來強調他 他是真命天子 他注定就應該當皇上了 對不對 某某人的他們家的風水被破壞了 因此他落選了 但台灣不是現在充斥了這些東西嗎 還是神話呀 對不對 那麼當然所以我們說台灣現在還是充滿我們說 各種symbolic politics 各種象徵的政治 無論是這些政治柔物 他們家的龍脈 他們家的風水 對不對 然後他們的什麼祖墳等等 那麼甚至他的姓氏筆劃 星座 跟星座沒有關係 那麼等等可能都有關係 然後我們看我們選舉的時候 也充滿了這種象徵意義 對不對 你看各種候選人家裡面擺了一堆好彩頭 每次什麼什麼競選總部開幕了 什麼黨主席就贈送好彩頭給他對不對 為什麼 象徵的他會旗開得勝 我想說送個蘿蔔 跟他會不會獲勝什麼關係 symbolic 象徵啊 其實在我們文化裡面 到了今天21世紀的今天 我們的中華 偉大中華文化 還要充滿了各種象徵符號 你們考聯考的時候 你媽媽有拿你的準考證去拜嗎 有沒有送給你種子讓你包種 這跟你考試有什麼關係啊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的中華證從來沒有去過什麼文昌公拜過 我考試從來沒有吃過粽子 我結婚就在鬼月結婚的 對 有些人鬼月到了 哇媽媽下令不准去游泳 對不對等等等等 當然有可能有一些也是有一些因素啦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說你可以發現台灣的社會裡面 一直到了今天 還是充滿了各種符號 充滿了各種神話 充滿了各種所謂的irrational的一些東西 我們還是非常相信這一套 所以不是說古代的軍權神獸 到了今天我們還是相信 有些人就是有那個命來當總統 對不對 還是一樣 所以當然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有些人認為說你為什麼要服從權威 因為他天生就是總統命嘛 他天生就是領袖嘛 我們當然要服從他 對不對等等 所以很多這些事情事實上呢 這是另外一些人的解釋 他的所謂的權利的這個 這個服從的一種情況 當然這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 無論是生物學上的也罷 心理學的也罷 那麼這種文化的 或者是說理性的 非理性的解釋 解釋這個權力 power從何而來 但基本上呢 我們看看下面一段 12頁下面所說的 其實基本上 或許 power 它只是一個 composite 它只是一個混合物 可能很難能夠提供一個單一的解答 或單一的答案 來理解 權力從何而來 而上述的幾種 論述 或者是說法 也可能在不同的 時空上 也可能會有它不同的一些解釋的效力 其實我們一直強調 很多的社會科學的一些概念 或者說現象的了解 可能都會提供很多不同的一些角度來思考 我們很難能夠提供一個單一的一個答案 那麼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透過許許多多不同的學者 他們對權力的來源呢 或許也能夠大致的能夠描繪出權力的 一些產生的一些這個面貌 那麼但是呢 值得我們進一步注意的是 各位看一下十二頁的最後一段 也就是倒數第二行的地方 好這個one common mistake make about political power 就是說呢 我們往往人在理解權力的時候 一個常常犯了一個 一個常見的錯誤是什麼呢 好就是我們時常把權力 他視為是一個有限的 可測量的一種一種東西 那麼當然作者這邊特別強調說 基本上這是一個錯誤 好權力有時候呢 很難能夠量化 權力它不是一個東西 我們無法完全的 只從一種量化 或可測量的角度來理解權力 他這邊想要說的是 往往呢我們會看到很多人的一些說法裡面 好比如說一些革命家 他們往往呢還推翻了政府 他們能夠希望能夠奪取權力 好這邊用一個seizing power 各位看到十三頁的第二行 他們希望能夠奪取權力 但是呢作者只是提醒我們說 他即使可以透過武力 透過一些非法的手段奪取了權力 但是呢權力要正當的行使 要得到民眾的支持 這種所謂的權力 卻不見得是能夠奪取而來的 有些人可能可以透過革命的手段 拿下了權力 但是基本上 你要正常的行使權力 你的權力要具有一定的正當性 或是說你的權力 本身你的領導人物要有權威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步談到這個問題 正當性legitimacy 權威authority 都不是能夠靠著奪取的手段而獲得的 你必須透過其他的方式在政治上 你的權力的行使是要逐漸的 我們所各位看到十三頁的第一段 最後一行 power is earned not seized 這什麼意思 權力呢是逐漸獲得的 而不是透過奪取的手段 這是作者特別要強調的一個這個部分 那權力是不是完全等同於政治呢 那麼這邊提醒我們是說 那麼權力本身它往往是政治的一個手段 而不是目的 我們在政治的運作裡面 往往我們希望能夠來追求一些政策的實施 我們希望能夠來追求一些 一些這個我們所希望看到理想的一個實現 而權力可能是達到你的理想的實現 或者是一些政策實施的一種手段 它是實施政策的一種工具 或決策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而不是目的 所以呢權力不完全的等同於政治 它可能只是人在實現它的理想過程裡面 所使用的一種工具而已 這是值得我們特別思考的一些這個問題 那麼如果說權力真的成為 我們很多這種人物它從政的目的 我從政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奪權 就是要獲得權力 權力越大越好 那麼基本上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發現我們的政治 在這種情況之下絕對不會弄得太好 好當然這個這樣子的一種話 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一直提醒我們 那麼比如說各位看到十三頁的 這一段的最後兩行 在過去的英國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叫做艾克頓爵士 他就曾經說過一句 我想政治學裡面其實很難有一些話 是放諸四海而接準 很難有一句話大家都能夠同意的 但是這句話基本上大多數人應該都會同意 那麼他所說的留過我們的一句話 叫做這十九世紀的英國也很重要的一位學者所說的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這什麼意思 權力所有的權力都傾向腐化 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 所有的權力不管你這個人多麼好的一個人 當你掌握的權力都有腐化的傾向 而越大的權力會帶來越大的腐化 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 所以當然這個我想各位讀政治系 未來有機會從政 有機會從事跟權力相關的事情 但是請記住一句話 權力的掌握 權力的行使要特別的慎重 而我們所說的權力只是實施政策 實現理想的一種手段 它不是目的 不要以越大的權力為越大的目的 而這樣的情況之下 終究會輪回 輪為這句話的一個預言 權力都會傾向腐化 絕對的權力 那麼會造成絕對的腐化 我想這是我們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詳 但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句話 好我想這對於權力的一些簡單的探討 那麼這時候呢 請各位翻回前面第八頁 我們剛才談到權力的時候呢 其實環繞了好幾個重要的概念 而這幾個概念往往我們也必須做進一步的一個了解 第一個就是關於所謂legitimacy 我們剛才所說的叫做正當性 第二個是sovereignty 主權 主權 第三個是authority 權威 那麼這三個概念呢其實 尤其是像正當性跟權威 權威跟權力 那麼其實呢 在我們日常用語裡面 時常會混用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只是說 作為一個政治學的研究者 我們還是必須清楚的知道 權力跟權威 正當性 合法性之間還是有一些差異的 那麼儘管我們在一般的使用裡面 這些其實都會混用啦 但是我想我們之間的一些差異性 還是值得我們至少要了解 好 那麼第一個呢 關於所謂的legitimacy 所謂的正當性的這個概念 當然如果各位查字典的話 這個字其實翻譯成正當性 甚至翻譯成合法性 都是很普通的 甚至在很多的學者的文章 書籍文章裡面的話 legitimacy 這個字很多人也會寫成合法性 但基本上的話 合法性跟正當性還是有一些落差的 尤其從我們政治學的角度的話 我們還是必須要知道他們之間的一個差異性 我們剛才說過legitimacy這個字單獨 你去查字典 一定能告訴你合法性 正當性都是這個字 然後呢 甚至在很多的一些用法上 其實很多人也把legitimacy 就是當作正當合法性的使用 但基本上的話 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的話 我們會認為legitimacy這個字呢 還是翻譯成正當性是比較合適的 所謂的合法性呢 應該是另外一個字叫legality 叫做合法性 那這差異是什麼 這差異是什麼 我們先來說一下正當性這個概念 我們按照課本的說法好了 其實正當性這個概念呢 最早它是指的就是正統的王位繼承權 比如說過去的什麼敵長子繼承 對不對 然後呢或者說 誰有正統的王位繼承權 有時候還要翻到大中治政後面 拿出那個什麼暗藏的一個東西來看 國王指定的就是某某人 他就有所謂的正當性嘛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 原來是這個剛剛死去的國王 指定了某某人要做 這就是正當性的來源啊 那如果搞不清楚的話 就會產生正當性的問題了 到底是給十四子還是與四子 對不對 那正當性就產生了 被人家質疑了 但無論如何 legitimacy這個是最早它所指的 就是一種所謂的 我們所說的王位 就是正統的擁有王位繼承權 這種這個什麼太子 如果說早就明定了誰是太子 那麼國王一旦駕崩 那就是太子名正言順的繼承 這大家都沒有話說 因為他擁有了 我們所說的legitimacy 有這個正當性 那麼當然後來呢 他的意思呢逐漸的衍生為 如同我們這邊所看到的 第六號TC號這邊所說的 那麼一種我們所說的 它是一種legal rights to govern 它不僅是一種所謂的這個 具有合法性的權力來統治 同時呢 它是一種psychological rights to govern 那麼它是在一種人民心理上 也認為它有這樣的一個 統治的一個正當性 所以說它的意思呢是指著 我們所指的就是在民眾的心裡面 這個政府的所作所為 是正確的 是正當的 換言之呢也就是說 對於民眾而言 它是對於這個政府 對於這個國家的 政府的存在 是具有所謂的認同感 是比較具有高度認同 按照我們現在所常用的詞彙而言的話 如果呢所作所為 是得不到人民的認同或支持的話 你就逐漸失去了所謂的正當性 那麼這個時候的一個政府 可能就需要靠什麼 要靠強制力 要靠警力 要靠軍隊來維持它的統治 所以我們時常會發現很有趣 就是說你看一個國家的警察的多寡 這種就是一個國家的統治 是越受到人民的支持的認同的 它越不太需要警察 而一個國家充滿了警察的 往往這個國家可能它的統治的正當性 是有疑問的 所以它需要靠大量的公安警察 來維持它的一個統治的權威 所以這一方面其實呢都是有一些 有趣的一些可以來討論的面向 那我們這邊回過頭來這邊 所比較的正當性 跟我們政治學上 所強調的合法性的差異在什麼地方 我們時常會說一句話 在政治上 從政治層面而言的話 很多的事情它可能具有正當性 但是未必具有合法性 當然從法律的角度而言的話 可能這二者是沒有什麼差異的 但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的話 其實有些事情它可能具有正當性 但不見得具有合法性 而有些事情可能具有合法性 但它未必具有正當性 舉例來說 我們過去 我們以台灣的例子來說好了 過去的萬年國會 萬年國會的話 從法律的角度而言的話 它完全具有合法性啊 從憲法 從動員抗亂時期臨時調過來的話 他們是合法的在行使他們的 國會的權利 但是從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的角度而言的話 他們早就失去了正當性 那最後還必須靠著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對不對 限定他們全部於什麼民國80年12月31號全部退職 對不對 當然那也是一個非常政治的一個解釋啊 大法官怎麼可以做出一個限制他們哪一天 要全部退職的這種解釋 但無論如何 可能當時受到高度的正當性 受到民眾全體的支持啊 所以你可以發現從這個角度而言的話 萬年國大它或許具有合法性 它是legal的 沒有人說它是一個違憲的 但是基本上它是一個不具有正當性 因為早就缺乏了台灣2300萬人 結果土地上的一個誰 我們所說的統治者的權利 是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嘛 你根本沒有我們的同意嘛 是失去了正當性 但是另外一方面而言的話 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表現或事情 舉例來說我們剛才提到了 這個1990年3月學運 對不對 一群學生去中正教堂靜坐 我記得那時候回台灣教書第二年 有一天我上課 班上學生一半都不見了 後來在電視上都看了他們出現在 電視上前面坐在那邊對不對 你說三月學運的一件事情 他們或許從某個角度而言 他們沒有合法性 他們可能違反了當時的一些法律 什麼人民團體什麼法啊 什麼什麼一大堆對不對 但是他們具有高度的正當性 或者從某個角度而言的話 國父領導的革命 11次革命 從清朝的法律而言的話 他的革命難道具有合法性嗎 沒有一個國家允許革命是合法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對不對 沒有一個國家會允許 他的國人用革命的手段來推翻自己的 那一定是非法的嘛 甘地過去的這個不合作運動等等 從當時的法律而言都是缺乏合法性 但是當然相對的他們都具有正當性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而言的話 至少我們從政治學會強調的是 具有合法性的未必具有正當性 具有正當性的也未必具有合法性 這二者之間不見 當然大部分情況之下 二者可以畫上等號沒錯 但是我們只是告訴各位 二者之間有可能是不一樣的 惡法 義法可能具有合法性 但是它就缺乏正當性 這是我們比較政治學上 比較強調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這邊特別把這兩個字 並存在這邊提供各位做個思考 legitimacy 正當性 那一個這個所謂的政府 一個政府它必須要具有正當性 它的統治才能夠順暢 而一個政府它如何能夠獲得它的正當性呢 當然我們可以進一步的來加以思考 請各位看到第八頁的這個key concept 第二段的這邊 第二這個叫什麼 第二欄這邊 a government achieve legitimacy several ways 一個政府它要獲得正當性 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途徑 我們一個一個來加以看一下 玩完一個政府 我們說在台灣全世界目前現在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有些國家的政府它的正當性非常高 有些國家的正當性岌岌可危 為什麼在不同國家的政府會呈現出正當性的高低呢 其實一個政府獲得正當性 往往是透過幾種途徑的 第一個當然也是最重要的基礎是什麼呢 他必須 it must provide security 他必須要提供一個國家最基本的是什麼 安全嘛 安全的保障 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說連你的人民的身家性命 都不能夠擔保的話 這個政府完全沒有正當性 當然我們也知道目前很多的國家 它的政府往往可能陷於內戰等等的話 其實它沒有辦法提供它的民眾最基本的 身家性命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 所以要有正當性 第一個當然也是最基礎的就是你要提供安全 提供一個人民和一個安全的環境 第二點 當然一個國家一個政府 它能夠這個具有正當性的話 它也必須能夠提供我們所說的rule of law 提供所謂的法制 這種法制的運作能夠長期的存在 往往這個rule of law就是能夠依法而治 越來越能夠持久的話 相對而言這個國家的政府 它的正當性就會越高 如果一個國家所作所為都不能夠rule of law的話 當然它的正當性相對就會比較低 所以法制的長久的能夠確保 也是一個國家獲取正當性的第二個重要的途徑 第三點 各位看到下一段這邊所說的 那麼一個政府呢 它能夠獲取正當性的是擺什麼 governing will 是透過良好的治理 一個國家 它的政府如果能夠獲得民眾普遍的支持跟認同 它的正當性能夠很高 主要是透過它的所謂的治理的善政 善治而來的 比如說能夠提供很好的經濟的發展 能夠提供大家比較多的一些工作的機會等等 使得大家安居樂業 當然這個國家的政府就會比較具有高度的正當性 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造成的是經濟蕭條 失業率非常高 民眾找不到工作 當然它正當性隨之下降 我不是說現在 那麼這個比如說威馬時期 我們回到這個課本就說了 威馬共和時代的話 尽管他們有一個號稱當時全世界最進步最好的憲法 可是我們知道威馬的政府其實因為政權輪替太快了 然後整個的政治運作非常不穩定 所以造成當時的這個德國可以說一團混亂 經濟凋敝等等等等 當然後來造成了希特勒的再度的崛起 那麼所以事實上即使有一個非常好的憲法 但是因為它不能夠讓人民有個非常好的生活環境 所以威馬政府只存在了三十多年 就被獨裁政治所取代了 它的正當性始終沒有辦法得到人民高出的支持 反而是在二次大戰之後 好的這個當時的西德 在波王的西德的政府的出現 那麼它能夠迅速的把德國從戰敗中復興起來 那麼讓德國的經濟能夠迅速的發展 提供民眾很好的一些發展的空間 當然它的正當性隨之就會越來越強 所以是不是一個治理良好的政府 往往也是它正當性來源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管道 那麼第四點 我們看看再下一段所說 Th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contributes to its legitimacy 那麼政府的結構也構成了 那麼它的所謂的正當性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 也就是說一個政府它本身能夠真正的代表人民 能夠反映民意 它能夠解決民眾的一些需求 而民眾也可以決定它的去留 比如說透過正常定期的選舉對不對 我們說過所有的統治者的權利是基於被統治者同意而來 民眾可以定期的重新的做選擇 我們當然以後也會強調 那麼這是所謂的這個自由主義 或者立先主義的核心概念 民眾的選舉選出來一個人 不見得就是聖人 民眾的選擇不見得百分之百就是對的 其實對跟錯其實很難說 但是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要給予民眾有定期的時間 讓他們重新做選擇 定期的選舉裡面民眾可能選出個白癡啊 但是重要的是 你最多忍受四年嘛 四年之後你有機會把它推翻 不見得民眾選的百分之百絕對就是什麼 就是哇天眾英明 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有時候你選擇的人 兩個都不怎麼樣 兩個爛蘋果人只能選擇一個比較不爛 但重要就是說民眾能定期的 有時間改選 你覺得他做不好 你可以讓別人來做 至少你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說過的其實就是說 如果說你有這樣的一個政府 你就算是民眾都要不滿意 但是民眾知道幾年之後 我有機會把你改下來 好 這樣的政府基本上就會 這樣的政府結構就會比較具有正當性 那麼他的施政 他的權力基礎是來自於民眾 然後民眾有機會重新來選擇 那當然這樣的政府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 民主政治的運作 基本上正當性是相對是比較高的 那最後一點 正當性來源 如同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往往很多國家 是透過一些符號的操控 當然這個情況之下 也可以來提供 許多政府的正當性的這個來源 那麼往往一些符號 比如說一些旗幟 一些民族主義色彩的一些建築 一些比如說這個重大的一些建設 甚至的一個雕像 偽人的銅像 都可以視為一種正當性的一種象徵 刻本這邊舉了一些有趣的例子 比如說各位看到第九頁最上面這邊所說的 比如說像寮國 寮國呢1975年 共產黨就推翻了寮國 長久存在的這個王朝 可是事實上 共產黨雖然1975年 推翻了寮國這個王朝 可是共產黨政權的正當性 一直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建立 因為民眾還是滿懷念 那個曾經統治他們幾百年的那個王朝 所以呢 這個寮國的共產黨不得已 在2002年 又重新建了銅像 就是當初那個王朝的那個締造者 的銅像 作為怎麼樣 就是我們尊重我們這個歷史對不對 這個過去這個這個 受到廣受人民愛戴的國王 我們仍然弄銅像來紀念他 來怎麼樣 加強這個現在政府統治的一個正當性 所以這種東西呢 其實就是說 他們是靠一些象徵的一些意義 那麼像中國大陸也是如此 你說過去的文化大革命 這個打倒什麼孔家殿 最近又開始還搞孔子學院 對不對 因為發現你消滅不了嘛 你過去曾經想要試圖消滅家庭 你想要消滅儒教 可是發現沒有辦法 你還是必須恢復 來加強你自己的正當性 所以當然很多這種 我們所說的symbolic 一些文化 一些價值的東西 往往也是一個政府 他所謂能夠提升 他的正當性的很重要來源 當然我們說過 其實你說像北韓現在也是一樣 透過這種 這個非常這個龐大的 這種所謂這個民族主義的一些象徵 對不對 然後龐大的對於領袖的個人崇拜等等 來提升他的統治的正當性 那麼當然也有一幕也滿有趣的 像我記得 比如說那時候俄羅蘇聯政府解體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一個非常具有一個 象徵性意義的一個鏡頭 就怎麼樣 就是很多人就把當時列寧的雕像把它推翻了 每次我看到電視上出現列寧的雕像 一個非常龐大的雕像 整個倒在地上的時候 就象徵了什麼 俄羅斯的 蘇聯的解體 他的正當性已經完全的消失了 那麼他們大概不太了解 列寧被推翻的意義 那麼這個正當性的概念 好無論如何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做過這種事情啊 好這個 所以呢當然這個 我們說過正當性 往往政府要獲得來源的話 透過安全的提供 透過這種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rule of law 所謂的法治的長期的存在 透過良好的治理 透過政府的這個組織結構 定期的改選 透過象徵符號等等 往往都是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能夠來獲取正當性的 一些主要的一些途徑 好這第一個關於正當性的概念 那當然我們特別強調的是 我們跟所謂的這個 合法性之間的做一個 這個對照 第二個重要的概念就是sovereignty 主權 我們剛才說過呢 我們剛才採討的是 國家的權利 政府的正當性 當然這東西跟主權的概念 往往會混在一起 那什麼叫主權 主權其實跟權利的概念 有很多的重疊 當然我想大家也都了解 像高中也念過主權的概念 我們以後探討國家那個部分 都特別探討主權 我們這邊不會特別花時間討論 主權的簡單的說就是 對外跟對內嘛對不對 對外具有一致性 他作為對外交涉的 唯一的一個代表 那對內最有最高性 對不對 國家的主權的話 他的所有的領土範圍之內 所有的人事物 都受到他的一個 最高的一個統治的權威 那麼這是所謂的一個主權的一個概念 當然它也代表一個國家 權利行使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這個問題 在我們最近這兩天一直出現嘛 我們的幾十艘漁船剛剛回來 去這個釣魚台群島宣誓主權 對不對 那麼距離兩海裡我們就回來了 那麼互相打一下水戰 那麼 就是主權的概念 就是代表那邊 那邊是屬於我們的 這個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 我們也具有所謂的這個 最高的統治的一個權威的存在 所以主權其實在我們探討政治 探討權力的時候 也恍恍會有這些這個概念 這個出現 當然自古以來 主權的概念 一直不斷在改變 我們也知道最早的主權 基本上它代表的是君主的主權 國王作為國家最高的統治象徵 無論是對外可以代表國家 行使外交軍事的權利 對內它具有統治上的最高的一個權利 擁有軍隊等等這些 但是隨著君主的主權概念 我們也知道後來隨著這個民主的一個推進 也做了很多的改變 議會的主權 人民的主權概念 逐漸的興起等等 好這以後呢 我們會再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這個部分我們就暫時 簡單的說明到這個地方 最後一個我們要比較花一點時間介紹 就是各位看到第九頁的最後一欄 這邊所說的authority 權威 我們剛才花了一些時間介紹權力 好 人為什麼會遵從權力 那麼探討了具有什麼叫正當性 那什麼叫權威呢 權威 authority跟權力 power這兩個字 往往在我們的很多的用語上 或者在政治學裡面都時常看到 那權威到底是什麼 簡單的說 所謂的權威 各位看一下第九頁最後一欄的第五行這邊所說的 權威呢它是一個psychological ability of leaders 它是一個怎麼樣 它是領導者的一種心理上的能力 然後呢會讓怎麼樣 會讓其他人能夠服從 換言之簡單的說 什麼叫做權威 權威就是權力行使是具有正當性的 It relies on a sense of obligation based on the legitimate power of office 就是說這個領導者他所行使的權力是具有正當性的 領導者本身他的所作所為是被大家認為是具有正當性的 是對的 這個就具有所謂的權威 所以基本上我們先看跳到最後一段來看 就是說基本上這三個字區別的話 in short各位看到最後一段所說的 簡而言之 正當性它的意思呢是怎麼樣 是政府的權力行使 是獲得尊敬的 是受到我們人民支持的 是具有正當性 所以正當性的對象主要是指的政府 那主權sovereignty 是respectful country 是指的以國家而言 國家的概念上是談到主權的 政府的概念上我們談的是所謂的正當性的概念 然後呢權威是指設的是什麼 是指的領導者 就是政治人物政治領袖 他的權力的行使是不是具有正當性 這是指權威 所以我們實際上把權威的概念是放在人的身上 正當性的概念是放在政府的運作上 然後主權的概念是放在國家的 這個所謂的權力的行使上 好這是三個是一個最重要的區別 一個是指國家的層次 一個是指政府的層次 一個是指政治人物的層次 那什麼叫權威 權威的來源又為何 我們休息一下 下節課就繼續加以介紹 我們在上一堂課呢 有談到了關於正當性 談到了主權跟權威 這跟所謂的power跟權力 有非常密切相關的幾個字眼 做進一步的說明 那在這個key concept 最後面我們稍微做一點點的補充 我想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還是要必須要加以說明的就是 關於權威的來源 當然關於authority權威由何而來 那麼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過去的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 他所對於authority對於權威的三個主要來源的一個分類 那麼可能各位在高中的課本念過 但是我們還是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說明 來作為這個單元的一個結束 那麼從偉博的角度而言的話 權威主要是來自於三種主要的這個來源 第一個就我們稱為叫做傳統型的 traditional type 那麼如同我們剛才所談到的過去很多的君主對不對 那麼這個他的這個採取世襲的這個方式 那麼君主的權威主要是來自於世襲 那麼由世襲的君主就取得了國家的最高的主權 然後具有很大的統治權等等 所以呢他的權威然後民眾也都服從無王萬歲 那麼所以說這種情況之下他的權威 他的統治的基礎主要是來自於我們所說的 這個軍權神獸或者是這個世襲的而來的 他是屬於一種傳統型的一種權威的來源 而一般的民眾呢也認為他的這樣的統治方式 是具有正當性的 願意接受他的統治 他要徵稅 他要出兵作戰 民眾都願意支持 這是第一種就是traditional type 最具有的代表就是古代的君主 第二種呢權威的來源 我們認為叫做charismatic type 那麼這個字我們說過的很難翻 台灣的社會學界還專門為了這個字怎麼翻 開過一次研討會 那大家眾說紛紜 那現在翻譯的方式也非常非常多 有人翻譯成叫做魅力領袖型 有些人翻譯成叫做克里斯馬型 有些人翻譯成什麼神才型 有沒有看過這種翻譯 怎麼樣 你們比較prefer哪一種 魅力 魅力型 魅力領袖 各式各樣的翻譯 那我真的看過有人寫文章 寫好幾十年文章 專門探討這個字的來源 我聽說啦社會學界真的 真的開過一個小期的討論會 一個workshop討論這個字 到底怎麼樣來翻譯 好這是第二種 魅力領袖型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某一些人 事實上呢他會讓人民 或是說民眾願意跟隨他 願意服從他的領導 就來自於天生的領袖魅力 無以明知 就有些人他具有這種特色嘛 我們不要說 我們不要說舉現代的一些 一些什麼國家的領袖 我們舉一個很有大家知道的人 叫做孫中山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人 對不對 身高160出頭 然後呢要推翻大清帝國 然後到世界各國去募款 說了一口廣東話 可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 願意跟著他 帶著大批的財產 我們看到多少的華僑有沒有 那時候 東南亞 檀香山 各地很多人甚至怎麼樣 為了他 聽他一齊話 然後呢 散盡家財 跟著他回去革命 然後死在什麼什麼 什麼廣州注意 你看什麼什麼林爵明這些 一堆人 拋家棄子 然後呢跟著他去革命 他憑什麼 甘地 其實可以發現很多很多人 無論是獨裁者 像這個毛澤東 或者是說像是這個希特勒 或者像我們很尊敬的一些領袖 其實他們所散發出的就是有些人 你就會被他感動 你就會被他所信服 你認為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對的 你願意服從他 這個就authority很重要來源 當然我們可以發現 現代的一些民主國家的領袖 其實或多或少很多人 也都會具備所謂的 charismatic這種type 因為在現代這種選舉的時代 媒體那麼盛行的時代 如果一個領袖 你可以發現他如果缺乏 這樣子的一種魅力的話 其實在現代的電子媒體的傳播之下 他要獲勝真的很困難 所以其實你看到台灣 從過去到現在的一些 一些無論是選這個直轄市市長 甚至總統能夠當選的 至少在他當選那個時候 魅力都還不錯 無論過去的陳水扁 馬英九 對不對 那時候馬英九 那時候的性選廣告 一群馬對不對 大家說準備好了 那時候很多人就很感動 那現在罵得要死 可是無論如何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他們或多或少 還是具有相當的魅力 我們看看比如說台灣第一次的 台北市市長民選民國八二三年 各位那時候還小 應該還小吧 那是台灣有史以來 第一次舉辦那麼大規模 就是省長跟直轄市長的選舉 那麼台北市有三個主要候選人 一個叫做陳水扁 當時的立法委員 表現非常好的立法委員 一個叫做趙少康 同樣是表現非常傑出的立法委員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黃大洲 國民黨提名的現任市長競選連任 可是他一點競選的連任優勢都沒有 那麼你可以發現 那也是第一次有所謂的電視辯論 三個候選人站在那邊 陳水扁 這個他的說話各方面的話 很具有吸引力 然後趙少康也是如此 對不對 我記得趙少康到時候最震撼的 就是一上台 第一句話就是各位 中華民國馬上就要滅亡了 大家都嚇一跳 然後這個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下一條默默耕耘著水牛的黃大洲 一上台完全沒有任何魅力 儘管他那時候做了 正在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比如說黃大洲那時候開始 他決定要開始怎麼樣 在台北興建捷運 然後正好那時候是交通黑暗期 大家在罵他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的市長候選人陳水扁 一上台就說 我上台之後一定要把這個 那時候正在蓋第一條 叫做木柵線 要把它廢掉 改成停車場 他說馬特拉 那是馬特拉的系統 馬特拉變成馬布拉 我都還記得 那麼後來當然他當選市長也沒有廢掉 所以那時候就是各式各樣 然後黃大洲那時候呢 第一個在做捷運被罵的鑰子 每個人都罵他 第二個他那時候呢 把金華國中對面 一大片的那個眷村區 全部要改成七號公園 那時候正在蓋 然後到處泥泞 大家也罵得要死 什麼東西嘛 搞一大塊那個泥拔 可是當然你過了20年回去之後看 他那時候所做的事情 其實都滿具有前瞻性的 但是他在選舉裡面獲得最低票 台北市民給他的是非常不肯定的一個結果 當然從某種角度而言的話 在現代的競選的這個造勢運作之下 其實他是至少與那兩個候選人相比的話 他是最不具有魅力的 最不具有魅力 那麼他雖然做了滿多的事情 那當然現在很多人已經開始還他公道了 就是他那時候的建設 對台北市的建設 20年30年之後看還是非常值得肯定 好無論如何 這個charismatic我們所說的 無論從孫中山到現代 現代的一些領域 無論是這個過去的像是雷根 或者是像柴契爾夫人 現在德國的總理 梅克爾夫人等等 或多或少也都會帶有所謂 魅力領袖的這種特質 成為他們獲得權威的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那第三種 我們稱為叫rational legal type 叫理性法律型 就是有些政治容物他會有權威 他並不是來自於傳統的什麼世襲制 他也不是來 純粹只是來自於魅力領袖 這種有點我們所說的 這種民粹或者什麼樣的這種狀態 而是他的權威是根據民眾理性的選擇 像我們所說的 我們為什麼要讓政府有權利 是我們理性選擇的結果 而也是根據合法的手段取得的 只要他當上這個職位 他就必然會有這個權利 是沒有疑義的 所以他的權威 是來自於理性法律的一種形式 舉例來說 我們說過這個 今年11月6號 美國要舉辦總統選舉 當年晚上我們大家都知道結果了 可是根據美國的運作 以後我們會稍微介紹了 他的總統選舉人團制度 要到12月中才在各州開票 開完票之後呢 把選票全部送到這個華盛頓DC 與參眾兩院聯席會議開議第一天 由參議院的這個議長 也就是副總統兼任 來宣布一張一張唱票 宣布誰當選 但是從法律的角度 那是正式確定美國總統的當選人 然後那個當選者呢 在1月20號就按著聖經宣誓 當他按著聖經宣誓成為美國總統那一天 他自然就成為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 2008年 2009年1月的時候 一個歐巴馬 來自於這個伊利諾的一個參議員 一個律師 當他宣誓就任美國總統 他自然就成為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 而從那天開始 小布希失去了總統的職位 他的權力也就跟著失去了 所以他們所掌握的權力 不是來自於傳統 不是來自於魅力 而是說因為他在美國的制度之下當選 他就掌握權力 可是這個在很多國家並不見得如此 並不見得如此 所以你說美國總統 他的權力來源就是來自於理性法律 有一天他走下了這個總統職位 他就沒有這個權力了 這非常清楚嘛 對不對 可是在很多其他國家並非如此啊 比如說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知道新加坡 我們一談的新加坡都知道 新加坡有一個資政很具有影響力 叫做李光耀 他只是資政耶 他曾經做過總理 可是管理有很多事情 他具有最後拍板定案的一個權利 對不對 那麼這樣的情況他就不是一個 Rational Legal Type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很多的一些 一些國家的話一些人 比如說垂簾聽證 或者說下台之後 還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等等 這都不是具有所謂的理性法律 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形式 可是無論如何 從馬斯韋伯的話 他認為權威 authority的話 這三種主要的 這是他所區分的三種類型 也可以提供各位做一些這個參考 當然我們也知道 目前的台灣的話 我們當然 我們說過政治柔武 當然在這個現在的選舉媒體的時代 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 所謂的魅力領袖的成分 但是台灣基本上 我們還是會跟著 所謂Rational Legal Type走 這是政治人物獲得權力最重要的來源 對不對 那麼這個2004年 陳水扁無論如何 50.1%當選了 他就是總統 大家那邊話說他就是總統 那麼2000年的時候39.3不到半數 可是他當選了我想他的權威 他的所謂的正當性 大家也不會有所挑戰 台灣基本上還是走向這個東西 那馬英九等到2016年 他勢必要下台 他也不可能 然後下一屆 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不管誰當選的話 他自然就取得了 中華民國最有權力的一個地位 也不管在憲法裡面是不是這樣寫 但是我們告訴你 他就是中華民國最有權力的人 無論如何 台灣的話基本上 也是漸漸的 權威來源的話 主要是來自於Rational Legal Type 在台灣目前的話 所有統治者的權力 當然必須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而來的 十三一的部分我想我們還是稍微介紹一下 key concepts subfields of political science 那麼政治學的次領域 好我想政治系的學生 我們還是稍微了解一下 那麼政治學其實在第一次上課 上一次上課的時候我們就說明了 那麼政治學它作為 這個社會科學的四大支柱之一 那麼跟經濟學跟人類學 那麼跟這個社會學 都是社會科學的最重要的一些次領域 而政治學本身 當然它還有進一步的來做一些 所謂的這個次領域的一個區分 我們這邊稍微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以美國為例 以美國為例的話 大概大部分的學校 大部分的大學 無論是在大學部或者是研究所 它會分為幾個不同的組 那麼而這些不同的組 像我們在美國念書讀博士學位 你可能要考博士後學員的時候 至少要有一個主修一個復修對不對 你從幾個subfuel裡面選擇一個當主修 一個當復修等等等等這些 所以它們會分為很多的一些次領域 你要修課 台大政治系 以後你要進入碩士班 來進入博士班 你可能要選擇一個主修一個復修等等 要考博士後學員等等 也必須滿足某些課程 那各位像在大學的話 目前分為三個組對不對 那你是某一個組畢業 當然這個組裡面規定的必修課等等的一些 也都要滿足 所以這都是這種分類的方式 但是以美國的話 大致上可以分為這幾個主要的次領域 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第一個的話 幾乎全美國大學一定有一個 當然這是美國一定有的嘛 叫US Politics 美國政治 美國政治 那麼當然叫一些美國政府啊 美國的一些基本的政治運作的一些問題啊 等等它的國會啊 它的這個政黨啊等等這些 當然對美國政治對台灣而言的話 那就是放在比較政治領域 那就不是一個單獨的領域 我們會有一個比較特別是 中華民國的憲法與政府 我們這是要大家了解 我們自己國家的一些政治運作 第二個 除了美國政治之外 美國一般來說會有Comparative politics 比較政治 我們以前也曾經說過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而廣泛的一個領域 第三個就是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 那第四個叫做Political Theory 叫政治理論 我們這邊特別強調的是 在美國一般來說 如果你看到很多美國的一些戲 它有談到Theory 談到政治理論 這個理論主要就是指著 相對於就是台灣的西洋政治思想史 或西洋政治思想 所以他們的Political Theory主要就是指著 一些規範性的西洋政治理論 從這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一直談到現在的這些 這個John Rawls這些人的東西 這叫做Political Theory 所以他們的政治理論 可能跟你所理解的不太一樣 他們主要是指著西洋政治哲學 或西洋政治思想 那另外一個叫做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 就是我們相對於我們台灣 就是公共行政組的一些課程 那麼另外就是所謂的 Constitutional Law 叫做憲法 他們特別叫做Constitutional Law 而不是叫做Constitution 主要是談到一些憲法的一些東西 這個在美國的話也不是那麼多件 那最後一個比較特別的叫Public Policy 叫做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其實包含的範圍就非常非常的廣泛 每個不同的學校可能會強調不同的一些公共政策的一些領域 像有一些學校 他的公共政策可能會特別強調跟環保議題有關的 有一些學校他的公共政策可能會特別的強調其他的一些 一些不同的可能看每個州不同的一些重點或發展的一些方向 在台灣的話當然我們實在會把公共政策跟公共行政也是混在一起 當然我們台灣目前的話用公共政策或公共行政都不多 我們台灣目前比較喜歡用多的就是政府治理 或者說一些公共事務這些名稱 大概包含的也是相當於傳統 它就是公共政策或公共行政的一些相關的東西 就是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美國政治學大部分的系裡面 學校裡面所分的一些次領域大概是如此 而在台灣傳統上的話過去幾十年來我們大概這樣就分為三種 國際關係 公共行政跟政治理論 但每個領域大概也都包含了 像我們政治理論主要是兩大塊 我們有沒有說兩大塊一個就是政治思想方面 一個就是比較政治 比較政治跟政治思想都是放在所謂政治理論裡面 像各位同學如果政治理論組的 以後你們所走的路可能也會不一樣 有些人會非常的喜歡研究政治哲學政治思想 無論是中國政治思想或西洋政治思想 那完全走就是思想那個路 政治哲學方面 有些人以後可能政治理論主要是專門做比較政治的 專門做經驗研究的 每天搞統計 搞模型 分析什麼台灣的投票啊 什麼什麼這些東西 選舉啊 所以政治理論都有 但是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領域 所以各位讀政治理論組的以後 看看你要希望走的是比較政治的還是要走政治思想 政治哲學的 這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差異性 這還是要提醒同學們注意 所以我們都是叫做政治理論 所以有一些曾經在很多很多年前 台大那時候還希望曾經有一度啦 我們現在還希望分為四個組 除了國際關係 公共行政之外 還另外分兩個組 一個叫做政治思想 一個叫做比較政治 就是把兩個分開 可是後來學校不準 所以我們又回來了 那麼牽涉到失資問題 因為現在全都是原額凍結嘛 不能再增加 學校沒有說不準啦 學校說可以啊 你們自己分嘛 但是不增加失資 那我們想不增加失資 那滿困難的 如果分兩個組的話 比如說我們現在政治理論組 如果分兩個組的話 可能大部分老師都是屬於比較政治的 那政治思想幾乎只有幾個老師而已 那很難成為一個組嘛 所以台灣現在讀政治思想 老師相對是比較少一點 所以要成為一個單獨的組 甚至招生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後來還是把它合在一起 那麼比較政治的話 還是佔比較大的一個這個比重 好這是提供同學們做一些了解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強調政治思想 政治哲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同學們有興趣 有興趣非常的 這個歡迎各位繼續讀政治思想方面 這方面的話台灣無論在研究人才上或師資上 都非常的缺乏 那後面的話我想各位看到十四跟十五 十四這個 十四的這個how to 怎麼study a chapter 跟那個什麼classic world 這兩個小方塊我們就不討論 把它跳過去 那我們現在要進一步的加以說明的部分 是十四頁的上半 就是政治學政治是不是一門科學 當然我先告訴各位這個沒有答案 幾十年來一直在辯論這個問題 政治學是不是一門科學 那麼在早期西方各大學政治系一定會有 但早期的政治系 我上次有沒有說過 都叫做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就從比較傳統的角度 政治學首先就是國家嘛政府對不對 所以說比如說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現在的哈佛大學 現在哈佛大學的政治系 你去找找不到叫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它還是有比較傳統 像美國的話比較傳統的那種上百年的學校 大部分都是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就是用政府系 那是所謂政治學過去研究的比較傳統的 就是研究政府的運作這一套東西 但是一直到了50年代 行為主義革命之後 以後我們會介紹了行為主義 這個第二章就會討論到 之後當然很多人就開始大量帶入了 所謂科學研究的方式 統計量化對不對 研究一些個人的行為投票 所以他們逐漸認為政治學也可以像自然科學一樣 從事一些量化研究 它是一個science 所以後來很多的系 紛紛的政治系本身都改名了 叫做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叫做政治科學系 那現在來說的話 全美國大概80%以上的學校 都是叫做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叫做政治科學 而台灣目前的話所有的政治系 也都叫做政治科學系 但是比較古老的傳統的美國的學校 還是叫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當然就牽涉到一個辯論 政治可不可能成為科學 當然有些人還是認為不可能 我們面對人的問題 很多關於價值意識形態的問題 他怎麼可能以科學的角度來看待 所以很多人堅持政治學的研究 不可能做到價值中立 所謂的value free 人當然是有價值的嘛 那一定是有某 在報定的特定的價值或意識形態 來看待某些事情的 所以你怎麼可能像是 自然科學一樣 你沒有什麼價值 來研究你的研究對象 所以很多問題其實 我只能告訴各位 在政治學裡面 事實上是長久存在的辯論 到今天為止很多人還在討論這個問題 政治學是不是一門科學 所以我們課本這邊一開始就告訴各位 那麼Is politics a science 政治學是不是有可能成為一門科學 就是長久 這並不是一個新的議題 而是長久存在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課本的內容的一個 對於這個問題的一個說明 當然 政治可不可能成為一門科學 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 到底什麼是科學 到底什麼是科學 那麼 其實對於科學而言 如同我們看到第一段這邊所說的 一個科學最古老的定義 在最早science這個字出現的時候 其實科學它的意思在法文裡面 所指的就是knowledge 就是知識 科學science這個字 最早所指的就是知識 那麼只是呢 後來 一些學者在使用科學這個字的意思的時候呢 就帶入了很多其他的意義 放到科學這個字的意涵裡面 比如說 一定要用數學的方式 來推演某一些的公式 來蒐集某一些的資料等等 所以說 那麼科學後來呢 逐漸意思呢 就是脫離了最早的knowledge 知識的這個概念 而加入了更多的元素 它是一種準確的 合乎事實的 必須要用實驗的方式 跟資料來支持的 研究的一個學問 叫做科學 當然就 當然我們所說的 要準確的 要合乎事實的 要以實驗的手段 還有很多透過很多資料的獲得 來支持你的一些論據 這樣子的一些觀點 當然就必須透過大量的 我們所說的量化的資料 一些統計方法的處理 一些理論的建立等等等等 才能夠達到你的一個目標 所以科學呢 逐漸逐漸的就成為 我們所說的自然科學的 研究者的一個專利 自然科學所做的 就是有這種方式 很準確的收集很多資料 在實驗室裡面 重複的做實驗 提出很多假設 然後來檢驗你的假設 是否正確等等 所以科學 從最早的knowledge 就逐漸逐漸成為 自然科學的一個使用 那麼 當然後來呢 我們在社會科學裡面 我們也曾經說過 從20世紀以來 社會科學裡面 最接近自然科學的 就是經濟學 因為經濟學開始使用這種方式 大量的帶入了 引進了數學 建立模型 各種微積分 對不對 然後導各種公式 然後得到很多的一些理論 所以經濟學 那算是社會科學裡面 最科學化的一門領域 但是呢 當然也有人批評 這樣子一種科學的研究 至少對社會科學而言的話 他們只會 各位看一下 課本這邊 這個特別談到的 各位看到14頁的最後兩行 這邊說的 就是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當然有很好的一些貢獻 但基本上 這樣子的科學研究 他們也會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的局限性在於說 usually they focus on small question of detail rather than large question of meaning 也就是科學研究 往往他們怎麼會 只會局限於一些 非常小的一些問題 非常細微的研究一些小問題 而比較會忽略一些大的一些意義 一些這個真理的一些事情 然後呢 他們也會研究 只會怎麼樣局限於一些可研究的一些量化分析的議題 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量化的 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用統計分析的 那麼他們就比較忽略這樣的事情 他們只研究那些可以被量化的 可以被這個所謂的這個統計研究的一些問題 而逐漸逐漸的就局限於研究領域的限縮性 然後比較宏觀性的大的一些問題的話 規範性的問題的話 往往就會被科學研究者所忽略 當然放在政治學而言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從50年代行為主義革命之後 大量的政治學者 他們就會局限於可以量化 那最容易量化什麼 就投票嘛 投票的行為啊 立法委員的一些投票啊 等等等等 這些就局限於這些事情 那其他的一些像是價值 這種很難量化的東西的話 往往就為研究者所忽視 或者是所拋棄 就不在這方面研究 所以說很多人認為說 許多的政治議題 基本上是不能夠量化的 尤其牽涉到一些基本的對與錯 一些是與非的問題 怎麼可能用量化的方式來看待呢 他牽涉到這些非常重大的價值 意識形態規範性的東西 這些是不能夠量化的 所以當然他們認為政治學很難 能夠成為科學 而另外一方面很多事情的話 比如說決策 如同課本這邊提到 各位看一下15頁中間這一段 比如說你說像美國白宮 歐巴馬他面對危機的時候 怎麼樣來做決策 在過去冷戰時期對不對 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 我們如何來量化當時的甘乃迪 跟蘇聯的總書記赫魯雪夫 他們各自內心怎麼樣來做出最後的決策 對於古巴飛彈危機如何解決 很多事情很難量化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就算是國會議員投票 投票本身可能可以做量化的比較 贊成反對在台灣研究統獨爭議對不對 然後政黨支持度等等 甚至預測選舉的結果 這都可以量化 可是對於人民民眾為什麼會投票 國會議員為什麼要支持或反對什麼議案 這些事情就很難量化 所以當然很多的一些情況 他們會在這方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辯論 所以會特別強調政治學本身 事實上它應該包含了 同時包含了質化與量化的兩大部分 同時也包含了規範性的思考跟經驗性的研究 它不是單純的只是經驗性 它也不是單純的只是做政治質學做規範性 可能都失之偏頗 它是必須同時兼顧執性跟量化的研究 那麼也就是說比較抽象的一些思考 跟一些具體的經驗資料必須同時秉重 這是我們對於政治學的應該有的 這樣子的一個了解 也就是十五頁這邊所談到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政治學 雖然要同時注重量化跟質化 同時注重抽象跟實物 可是政治學在相當的程度上 我們還是在做跟科學非常類似的工作 各位看一下十五頁的第三段這邊所說的 比如說我們也在試圖來尋求一些持續 來發現一些這個persistent patterns 我們來發現一些比較持續長久存在的一些模型 一些模式 然後這個時候這些模式 我們在很多的一些複雜資料裡面 我們找出一些不同的patterns 然後逐漸逐漸的 我們開始把很多的資料做generalize 做所謂的通則化的工作 來進行一些分類 然後事實上我們也逐漸從patterns到generalization 我們也逐漸發展出一些理論 這其實就是一種科學研究的一種過程 大家可以幫他問一下 說得真來了 好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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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某種意義而言 其實正確的研究 跟所謂的自然科學研究 其實在這方面並無二致 在所謂的科學的精神上 那麼我們也在 不斷的在整理很多的pattern 一些不同的模型 模式 然後逐漸的發展出一些通則 通則化的一些研究 generalization 然後逐漸逐漸 我們試圖希望建立一些theory 一些理論 戰爭為什麼會發生 它的因果關係 我們提出很多戰爭 為什麼會發生的理論 我們對於選舉制度 跟政黨體系之間 我們也希望建立一些理論 來描述 然後我們在很多很多 不同的方面 公務行政很多理論裡面 我們也希望提出很多的理論 來解釋 來預測 來描繪很多複雜的政治事物 然後當然理論逐漸的成熟了 甚至會發展出所謂的law 所謂的法則 當然一般來說我們用law這個字 是比理論可能更為怎麼樣 廣泛而更為這個確定的一些 因果關係 舉例來說 當然這個東西在政治學 或社會科學是非常困難的 比如說曾經1950年代 有一位政治學者叫杜偉傑 曾經號稱提出一個 Do which is law 其實這個發音不太正確 應該是法文 什麼我竟然怎麼讀個學什麼 我不太會發音 在政治學裡面很少看到law這個字 這個法則 通則 但是 50年代的杜偉傑的發現呢 卻被一般人稱為law 在杜偉傑法則 他非常清楚的描繪出 我們剛才所說的 選舉制度 跟政黨體系之間的因果關係 這以後我們會介紹 但是事實上可能很多同學都知道 我想 近來台大了 可能在高中也補了一堆這種東西了 那麼杜偉傑法則 敘述就是什麼 相對多數學制 容易傾向相互獨立的多黨制 比例代表制 容易傾向產生兩黨制 對不對 兩輪絕對多數學 容易傾向產生 這個政黨多黨聯盟的這種狀態 但是這樣子的被稱為law 事實上在政治學界 本身很多人就不服氣 就認為這怎麼叫law 明明就有很多的一些這個例外 對不對 不是放出思想的接準 所以這個law 其實在政治學裡面 也遭受到很多人的批評 也不認為它是一個law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社會 社會科學當然這些方面 要建立一個law是很困難的 但是在自然科學裡面 這種law就蠻多的 那麼定律嘛 然後當然無論是從Pattern 走向generalization 走向theory 走向law 基本上都是人類 在逐漸的累積智慧 在累積知識的一種過程 那如果政治學走的方向也是如此 那麼我們不斷的在 我們的政治領域裡面 在不斷的累積知識 基本上這樣一種過程的發展 它本身也是一種所謂的 科學的研究的一種方式 當然用科學研究的方式 要特別注意幾點 我們看看下面所說的15 the structure to see clearly 我們如何能夠看清這個事實 其實struggle 這是一種非常痛苦的一種過程 要非常努力的去觀察 我們必須注意到幾個很重要的一些原則 各位翻到第16頁 政治學希望做一些相對比較客觀的研究 我們希望在很複雜的現象裡面 找出一些規則 那麼我們希望盡量的能夠做到價值的中立 不要產生偏差 不要把太多個人的主觀 帶入到一些學術研究裡面 那麼就像我們上禮拜所說的 不要對事實生氣 對不對 你要非常客觀的來看待許多事情 為什麼會如此 但是我們仍然要注意到幾個重要的原則 在所謂的接近科學的研究上 第一個各位看到16頁 reason 就是說你要很多事情 你的假設要合理 reason 這個字我們就發現就是所謂合理 那麼你的推理要合乎邏輯 你的假設要合乎這個道理 簡單來說你要make sense 這是在做所謂的科學研究 第一個重要的一個這個原則 那麼你提出來了很多的一些事情 你的假設必須讓大家可以接受的 如果說你提出來的假設是不合理的 是超乎事實的 超乎現實的 太遙遠的 那根本是你所做的結論很難有人會接受 因為你的假設本身出了問題嘛 所以假設根本是跟我們一般人理解的差異太遠了 那這樣的話你的理論就變成什麼意義了 所以基本上假設的提出 那麼推理的過程都要合乎所謂理性 要合理 要符合邏輯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要balance 要平衡 也就是說你在做研究過程裡面 除了你 你當然會可能會有你偏好的角度來思考 但是你也同時注意到同樣的題目上 是不是有別人在做 然後他們所思考的角度 他們所切入的層面是不是跟你不一樣 你要同時的兼顧 你要看看別人做的東西 所以像我們在台灣也是一樣 在世界各國也是如此 我們在做政治學的研究 我們希望能夠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看同樣的問題 而不要只是一個人個人的偏見 或完全忽視了別人的一些觀點 其實這也是滿有趣的 如果在座以後同學有要讀研究所 或者說以後你們在以後做一些報告 因為發現台灣很多論文很有趣 你翻翻後面的參考書目 有些人的參考書目很有趣喔 他比如說一本論文 你翻翻最後面的參考書目 全部只有幾本 只有幾條 全部是他自己寫的文章 他不參考任何其他的人 台灣有很多這種學者 以後你們寫報告之後 稍微注意一下後面的參考書目的使用 那麼或者說就是他們同一個派 不是派系啦 同一個領域的互相引用 盡心繁殖 這種非常非常多 那最有趣就是很多的學者 寫一篇論文 研討會論文 後面參考書目只列了五篇文章 全部都是他自己寫的 不然說你自己參考自己在幹嘛 神經病啊 你當然要看到別人寫些什麼東西嘛 一個論點對不對 你說要探討台灣的憲政發展 不是只有你發現 別人也會看嘛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對台灣憲政發展的了解 別人也會了解啊 別人的觀點是什麼 你要做一些balance 這學術研究有一個很基本的 或者科學研究很基本的一個態度 你不能只參考你自己了 好像全世界就你一個人對這個問題有研究 那就很奇怪 可是很不幸的 以台灣而言的話 很多學者都在重複這個事情 這個各位以後不妨看一下 所以我們只常說你研究也罷 像各位寫報告也罷 你不能說有寫報告只採用一個人的觀點 其他所有的學者寫的完全不看 那你寫出來也一定會有偏頗嘛 一定會有bias 這是提醒同學的 第三點 各位看到17頁 就是很多的一些論點的提出 要supported with evidence 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你很多的一些結論 很多一些論點的提出 必須透過證據來支持 無論是直化的證據 或者是量化統計的資料 無論如何你的許多的觀點 論點你必須要透過證據來支持 這也是我們所說的科學研究 一個非常基本的態度 最後一點 當然所謂的科學研究 盡量要做theoretical 要做理論性的一個發展 那麼所謂的科學研究基本上 目的就是建立理論 我們要把非常複雜的事物 用很簡單的因果關係 把它描述出來 我們試圖來解釋 來說明 來描繪 甚至做預測 這就是理論的功能 所以科學研究基本上 就是以建立理論為主要的目標 當然這個對社會科學 對於政治學而言 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希望朝向這一方面 來發展 那麼所以當然我們很難 能夠像自然科學一樣的 那樣子很多事情 我們也說過 很難能夠在實驗室裡面 重複做實驗 我們很多事情 我們的很多假設 都可能會有例外 甚至我們所得到的結論 也不見得能夠放出四海而接準 但是我們只能說 政治學的研究 在一定的科學方法 跟科學精神的支持之下 我們所做出來的一些東西 能夠在大多數的情況之下 能夠解釋大多數的現象 那麼這樣的理論基本上 就是有它的一個 所說的它的一個優點 不是說社會科學 即使自然科學很多理論 也不可能放出四海而接準 對不對 你說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 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 那麼在某一些特殊的情況之下 也可能會有不一樣的一些結論的出現 所以其實基本上的話 就只要你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說杜韋傑法則 他不見得能夠解釋 全世界所有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可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它的理論都是適用的 那基本上這個理論 還是有它的一個 可被接受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的話 也有一些學者 他們會把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的 所謂的科學分為所謂的 Hot Science跟隨著Soft Science的角度來思考 那麼認為呢 政治學或其他的社會科學 基本上是一種比較Soft Science 它跟自然科學的Hot Science 比較這種硬的科學還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在科學發法跟科學態度上 我們還是盡量的希望呢 在研究的一個精神上 還是能夠漸漸的能夠一致 這是我想我們對於所謂的政治學 是不是一個科學的一個簡單的討論 當然這個問題我們說過呢 幾十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單獨的 簡單的答案可以提供給各位 所以這個問題也是值得各位做一個思考的 那麼最後呢 我們在這一章裡面所談到的 各位看了十七頁 Hot Good is Political Science 那到底政治科學政治學 有什麼樣的一個好處 那麼基本上我們都了解 研究政治學 我們希望呢 能夠對於許多複雜的政治現象 這是人類群體生活裡面 不可能或缺的一個部分 來做更仔細的一些這個觀察 那麼政治學值得各位了解的是 那麼政治學它不必然 請各位看到十七頁的最後一行 如果各位來讀台大政治系 尤其大一同學 如果你是抱持這種想法的話 我會告訴你 你的想法可能會有一些需要調整的部分 因為呢我們看到十七頁最後一行所說的 政治學它不必然是在訓練成為一個實際的政客 我不要說政客啦 政治人物好了 因為politician這個字往往就是政客嘛 那麼政治學不是在培養政治人物的 你要當政治人物 你要從政 你也不見得一定要讀政治系 政治學是在透過很多的理論 透過很多的知識來分析人類 社會科學領域裡面所面臨的 非常複雜的一些政治現象的一些理解 所以政治學本身它不見得是要培養政治人物的 那麼他們兩者之間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怎麼說呢 好我們看看十八頁翻過來 政治學呢它的訓練呢是怎麼樣 它是一種比較客觀的 使它面對一些非常複雜的一些分析 我們往往面對非常複雜的事情呢 我們希望建立一些理論 建立一些通則來做進行分析 所以它必須用客觀的科學態度來看待 而實際的政治是什麼樣 它是需要的是fixed 固定的 popular 比較受歡迎的 然後simplified的 opinion 簡化的一些答案 政客它不要那麼複雜的東西 政客只需要的是簡單的 民眾可以接受的答案就好 我不要那麼複雜 我不見得了解真相 我只要知道我下次選舉會不會當選就夠了 所以這二者之間其實本質上就有非常大的差異 那麼但是政治學跟實際政治之間 它仍然是有可能對話的一些空間的 那麼我們因為今天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下一次上課呢 我們利用最後一開始上課十分鐘 我們把這一張做個簡單的結束 然後下一次上課我們進入到第二章的討論 這個 那個 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